我就跟他玩一玩 就他那一脸痘 他已经死了 能不能放尊重点 美女踩着小高跟来到警局 队长看到美女立马表示热烈欢迎 她正是省厅派来心理顾问梁麦琪 当上任立马就要投入到案子中 清晨还为老大爷打扫卫生 拍打耗子们时意外发现一具尸体 贾丁看着女孩的死状实在惨不忍睹 蒋子南找到了血淋淋的凶器 手法一样 看来凶手已经多次犯案 蒋子南通过监控发现死者遇害前去过一家叫自由岛的酒吧 可以确定死者死于割喉 尸体表面切割伤痕主要是在颈部和右脚踝处 手掌有明显擦伤 从擦伤部位看是奔跑中跌倒所致 从势僵程度上看 死亡时间大约在晚上11点30分左右 血液检测有迷药成分 料言推断凶手尾随死者被发现 死者奔跑中跌倒 凶手用迷药将死者麻醉 拖到无人处割开他的颈动脉 确定女孩一死后 而且女孩左手上有很多针孔 料言分析他在联系打针 所以职业很可能是护士 梁麦奇查看酒吧监控 发现了一个清洁工很可疑 于是来到酒吧询问他 他说自己没杀人 只不过捡了个钱包 把里边的钱拿出来后 把钱包扔垃圾桶里了 万幸的是蒋子南找到了钱包 通过钱包里的照片对比死者叫张明 27岁 大光商场的出难 听同事说他上周失恋了 连请了两个星期的假 室友说他近几天都去酒吧 都是喝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 张明腿部有纹身的地方 正是被割去皮肤的地方 警方把他男朋友找来问话 他提供了昨晚的不在场证明 我就跟他玩一玩 就他那一脸痘 他已经死了 能不能放尊重点 听到蒋子南说张明死的消息 他才闭上了臭嘴 蒋子南发现他胸前有同样的纹身 他说张明看到他的纹身后才闻的 被女朋友看到后天天跟他吵架 说绝对不会放过张明 蒋子南发现男人的现女友 发朋友圈骂过张明 没过30秒那条朋友圈删除了 梁麦琪打开微信头像查看 这女人我见见了吗 他让小童调出酒吧监控 看到他跟一个形迹可疑的老男人见了面 邪心想跑时被警察拦住 同时还抓走一个老男人 因为怀疑他俩跟张明的死有关 麦琪故意把无头女尸的照片给叶欣看 通过他的表情分析不知道这个案子 叶欣说只让拒老七吓唬吓唬张明 没想到他下手这么狠 拒老七说就拿了2000块钱不是杀人的价 杀人是什么价啊 他说前天晚上收了夜心的钱后 就跟踪他到了巷子里 还没等动手他自己摔倒了拒老七踩了几下 他的脚就离开了 奈琪通过微表情看出他没说话 现在最主要查的是无头女士和他的关系人 贾丁很快确定了无头女士的身份 死者是是妇产医院的护士 叫董爱琪 一开始说去外地看朋友 走的第三天失联至今 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朋友 蒋子男询问了他的朋友 女孩说董爱琪不太喜欢那个纹身 母亲说他的纹身是上高中时纹的 同学窜多他去闻的 后来就后悔了 根据描述警员画出了纹身图案 蒋子男查到当年和董爱琪一起纹身的女孩有三个 音乐老师教主他询问董爱琪的情况 聊天中得知三个纹身女孩已经死了两个 还把高中时的合影给蒋子男看 死的另一个女孩叫兰兰 三年前死于酒吧斗欧案 第三个女孩叫黄安丽 是一家咖啡店的老板 迈其心想黄安丽会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小童调出三年前的酒吧斗欧案 兰兰是被误伤的 死因是被玻璃瓶划伤的颈部失血过多而已 他跟两个死者的死亡方式一样 董爱琪毕业后没有再跟他们联系 但报纸拍到兰兰死的那天黄安丽在场 离奇的是黄安丽突然消失了 手机也关了机 搜查住处 一切他可能去的地方 一切关系人 还有手机上一切联系人 就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警员查到黄安丽在郊区租了个小院 警方人员立马赶到郊区 闯进门抓到一个想跑的男人 搜索房间发现黄安丽躺在沙发上 万幸的是他还活着 就在警方抓黄安丽时 凶手再次对一个女孩作案 不出意外女孩又被残忍杀害了 作案手法还是割喉 旁边的纱布上有名药的成分 身上多了很多束刀伤 但女孩没有纹身 作案凶器还是手术刀 黄安丽是吸毒过量昏迷的 目前还没醒过来 在郊区抓住的男人是 嫉妒科盯了很多的毒贩 晚上麦奇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在垃圾桶边上找到了带血的丝袜 听到有走路声他立马藏起来 而走路声离麦奇越来越近 不过来的人不是凶手而是料言 事件结束后他发现 落掉了一个特别的伤口 死者膝盖外侧有一个较轻的划痕 用放大镜子细观察后 发现切口是精心切开的 切到一半是停止了 因为纹身消失了 所以他才会再次去案发现场找线索 丁丽检测确认丝袜上的血迹属于死者的 毛发属于另外一个人的 蒋子楠来到兰兰家调查 兰兰死后他妈妈就疯了 听说他妈把他爸杀了 都是传闻没有证据 蒋子楠走进兰兰家 现在提起来他妈妈还是忍不住流泪 问他当年的细节他说都忘了 蒋子楠想看看兰兰的遗物 母亲说都烧了 还说丈夫的尸体一直没找到 蒋子楠想继续问点事 却被疯癫的兰兰妈妈喊了出来 警员也确定了兰海洋的尸体没找到 蒋子楠立马报告兰海洋只是失踪并没有死 廖言想起懂爱情 母亲曾说过他从来不把纹身露出来 还说要把纹身洗掉 廖言分析应该先从医院入手查 蒋子楠拿来盯了报告 丝袜上的头发属于兰兰的血清 兰海洋成了通缉犯 他符合连环杀人案的全部特征 波巴拿着兰海洋的照片挨个医院询问 终于有个门卫认出他是清洁工老王 专门负责整形科和美容科的卫生 等波巴找到科室 医生说他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警察根据他留在医院的地址抓捕 结果扑了个空 地上有碎裂的头骨 廖言分析是董爱情的 波巴拿着董爱情照片给医生看 他说每天来往的人太多没印象了 但他认出了纹身图案 医生输入董爱情的名字查找没有记录 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上个月所有的记录 嗯 可以的 从上个月的所有顾客名单中发现了黄安丽 黄安丽却说他根本没去过那家医院 廖言猜测董爱情洗纹身登记使用了黄安丽的名字 就是这个小举动成了他被杀的直接原因 现在蓝海洋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奈奇决定利用记者曝光黄安丽还活着的消息 引出蓝海洋 这闻得很深 洗的时候会很疼的 我恋爱了 把他看到不喜欢 女孩谈了恋爱来医院洗纹身 碰巧纹身图案被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看到 再加上他用了同学黄安丽的名字 结果惹来了杀身之祸 晚上董爱情一个人走在胡同里 身后的男人将他迷晕把他拖到小树林里 直接把头给割了下来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死去的女儿报仇 但他不知道杀错了人 为了引蛇出洞 警方让记者报道了为董爱情祈福的活动 还让真正的黄安丽出现在镜头前 不出意外蓝海洋看到这一幕 晚上黄安丽在店里突然停了店 他打着手电筒走到门口 蓝海洋疯狂攻击他 关键时刻幸亏警察及时赶到 一番切磋后将他制服 他被带走是黄安丽一直说着对不起 如果三年前不是他带着蓝蓝去酒吧 他就不会死 女儿的死让他变成了杀人凶手 所以他错杀了跟他女儿有同样纹身的董爱情 因为蓝蓝妈妈烧掉了所有东西 他才会割下死者的纹身 他想要更多纹身才会接二连三地杀人 他怎么都没想到割第三个人的纹身 是竟然是个丝袜 蓝海洋感觉被骗了无比愤怒 所以他才疯狂地捅死者 料言给他看他杀过的女孩父母们 抱着一项痛哭的照片 最后一张是他抱着蓝蓝的一项 对不起 对不起 蓝海洋终于留下了忏悔的眼泪 只可惜像花一样的女孩们再也活不过来了 男人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 抬头肩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下一秒不幸发生了 死者被炸得面目全非 料言分析是近距离爆炸 但手机是完好无损的 死者叫李海涛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主管 料言拿起死者的手看到手表被炸碎了一小块 他怀疑是漂浮的炸弹 通过手机录音听到了李海涛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去 我好像看见UFO了 小童模拟出了当时的画面 根据找到的碎片拼接出了完整的飞机模型 这款飞机虽然分表很普通 但内部进行了改造 而且炸弹制造的相当精巧 料言找到的碎片有金属成分 而且编号被磨掉了 麦琪通过凶手在制作工具上的缜密分析 他在意的并不是结果 而是为了更有趣 麦琪认为他的兴趣不会就此终止 不出意外又发生了一起爆炸 贾丁立马带队赶到现场 让小童去查跟前的监控 死者坐在车里已经被烧成一具黑炭 料言看出死者戴着蓝牙耳机 麦琪观察着四周有没有可疑的人 他注意到楼顶有个身穿黑衣带帽子的男人正看向这边 男人像是在按按钮 麦琪立马大喊有危险 所有人都隐蔽起来后 黑衣人不见了 几人来到楼顶上查看 只发现放着一块饼干 麦琪分析凶手在欣赏警察的慌乱 料言在死者手里找到了遥控器 通过监控清楚地看到死者死前说了一句话 麦琪通过他的表情和口情分析他接到了别人的指令 死者向下看了下 料言说遥控器有两个按钮 由此分析凶手通过耳机让他自己选择按下哪个 死者说了一句英文 中文的意思是我需要你 小童根据死者遇害前的照片找出了他的身份信息 他叫李小斌38岁 车是自己的 料言看着死者的手指 像是故意做的指向前的动作 料言联想到外国二战期间的征兵广告 后来成了最著名的海报之一 凶手对死者说的话做出来的动作都来自于这里 料言分析两起案件跟战争概念有关 经过麦琪一系列分析后 觉得凶手还有一场战争没有完成 凶手的下一场战争很有可能是海战 贾丁这才意识到刚才妻子打电话说收到了一艘玩具船的快递 贾丁是一妻子轻轻放下遥控器 等他感到是妻子已经安全来到楼下 爆破员用一气检测炸弹 没想到只是一艘普通的遥控船 根本没有炸弹 看来凶手又是故意挑衅警方 蒋子南来到快递点把快递单给经理看 经理说快递单是公司的 但是单号却不在派送系统里 从编号查快递单子是发给张友才的 但他的物流一上午都没更新过 经理给张友才打电话关机了 蒋子南把张友才的资料拍照回去继续调查 想走时快递员说好几个快递都联系不上张友才 后来几个人帮忙寻找发现他的车停在新州小区门口 人不知道去哪了 马上告诉你们公司 那辆车先不要动 等警察来了再说 排报员检测了快递车没发现爆炸物 法医也没有在快递单上检测出指纹 但是据警扫回忆快递员没有戴手套 那他是怎么做到不留下指纹的呢 张友才出生在农民家庭 可能吃苦几乎不请假 而且完全不等军事 最大的兴趣就是赚钱 如果张友才不是凶手 那他很有可能被控制或者被杀了 蒋子南来到饭馆调查了 因为李小斌卫里有羊肉和酒的残留 老板看了照片说昨晚他在店里喝过酒 大带四个人喝了两斤小烧 昨晚李小斌喝得最多 临走时找了个代价 唯一遗憾的是附近没有监控 道路监控只拍到车里模糊的身影 根据李小斌体内的酒精含量分析 那个时候他不可能醒过来 所以开车的人是凶手 等凶手把一切布置完毕后 把李小斌挪到驾驶座等待他醒来 然后按照凶手的指示开到指定位置 之后爆了炸 第二天清早老大一钓鱼 本以为钓上来个大家伙 没想到竟然是一具尸体 警员掀开保鲜膜 发现他就是市局寻找的张友才 料言掀起白布 发现他身上穿着一件带船的T恤 他立马联想到凶手的下一场战争是海战 紧接着同事发现死者肚子上有东西 料言立马意识到是炸弹 下一秒一声巨响 一堆堆血肉快满天纷飞落到料言身上 回到法医师料言剪去张友才的头发 看出致命伤是顿气反复击打造成的 他在伤口处加起一颗沙粒 发现跟爆炸现场取到的沙粒不同 理化实验室证实这些沙粒属于人造沙 可用于游戏沙盘 料言分析凶手是在家里将张友才杀死的 应该是张友才去送快递 进门后被杀 凶手换上他的工作服再来到贾丁家送快递 料言根据凶手的作案位置画出了地理画像 郭巴查了一遍张友才送过的快递 没有一家符合嫌疑人的特征 麦琪分析如果是熟人取快递可以不用录入系统 这样就查不到 但他的手机上没有可疑电话 贾丁给蒋子男打去电话 让他找一下张友才是不是有另外一部电话 不出所料果然找到另外的手机号 小彤查到有一个通话记录很可疑 登记的地址是一家小型的军屋网店 而且地址就在贾丁家附近 原来所有的炸弹载体 他自己都有 马上查那个地址 店主叫吕木 大学毕业研究生辍学 小彤很快锁定了具体位置 等警方感到识人早已没了踪影 他的地图上跟廖言画的一模一样 廖言分析他的下一个目标在新乐而同城 警方快递赶到现场 但因为里边人流量大情况复杂 看不清吕木在哪 所有人只能先进去疏散人群 小彤拿着手机扫描 终于确定了吕木在红色摩天轮上 吕木刚下来就被蒋子南郭巴拦截 他立马启动了炸弹 但最终被制服戴上了手铐 吕木死活不说出炸弹在哪 假钉揍他时他说了一句诺曼底登陆 诺曼底登陆最重要的就是船 刚好附近有一艘船 万幸的是排报组在最后时刻解除了炸弹 吕木这个疯子被五马分尸都不解恨 死者在死亡之后还登进了朋友圈 男人不顾女孩的呼喊声 只顾一个劲把他往悬崖边拖 女孩即将掉下去时他还不满意 搬起大石头送了女孩最后一程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案来到案发现场 女孩脸上好几处伤痕 头部伤口很特殊 手上有很多划痕 料岩在一旁捡起一块带血的石头 石头上有很多沙血 判断是从树木丛生的地方扔下来的 于是几人来到山上 在地上发现了脚印和明显的拖拽痕迹 一直延伸到悬崖边 现在可以确定除了死者外 还有一名成年男子的脚印 身高在1米78到1米80之间 体重在70公斤左右 悬崖壁上还有女孩的带血的衣服碎片 通过找到的证据可以想象出 当时女孩是多么的无助 凶手是多么的残忍 死者身份已确定 是个时尚网络编辑见陆阳 每天下班时间凌晨2点左右 前天一夜为归手机关机家属今早报案 经检验陆阳身体里有少量微带血的麻醉剂 大腿处有一个极小的针口 应该是麻醉剂注射的部位 按照麻药在人体内半摔期计算 它应该是死前两小时注射的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要杀人 为什么不在死者被麻醉的时候动手 却要等死者完全清醒了之后才动手呢 通过诗将诗律判断 死亡时间在48小时左右 这可让郭巴有点障碍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陆阳居然在死后还更新了朋友圈 内容是一款小游戏的截屏 更诡异的是游截屏竟然跟死亡现场一模一样 这款熊猫游戏很畅销大众玩 普通人的熊猫寄回的明信片都是世界著名景点 可陆阳的死者现场并非著名景点 也就是说这张照片 很有可能不在游戏图片库里 对 说明凶手是根据犯罪现场自行绘制的图片 凶手不光是个游戏高手 还能在另外的地方操控死者的手机 以小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追踪这个移动IP 监控中发现陆阳下班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发现了注射器 在地垫底下找到了陆阳的手机 蒋子男分析陆阳上车后光顾着玩游戏 凶手趁其不备把麻药打到他腿上的 监控画面中的凶手看起来怪怪的 面部僵硬 小彤分析他用了易容术 紧接着在网上搜到了人造面皮 警员在河边搜索 捞上来一张面皮 但因为在水里抛的时间太长 提取不出有用的线索 到现在为止陆阳游戏里的流浪熊猫一直在动 说明他的手机在一周之前已经被监控了 看来凶手做足的准备 早就掌控了陆阳的手机 小彤找到同为IP高手的前男友咨询 他说只需要几个小硬件几秒钟内 就能轻松复制别人的手机 这样来看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被复制 几人来到陆阳公司调查 蒋子男在监控中发现一个男同事拿过陆阳的手机 假定把他找来问话 廖言小彤在门口盯着技术部门的人 突然陆阳的手机再次收到图片 俩人立马冲了进去 廖言直接亮出了警官证 小彤赶紧把陆阳手机收到的消息给假定看 由此证明了跟眼前的男人没有关系 技术组的电脑都排查过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 为了找到图片中的隧道 全是警察都出动了 万幸的是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隧道 查了一个遍也没发现尸体 假定决定晚上守住带兔 不宜会一辆摩托三轮车开到隧道里 走近才看清是一伙偷紧盖的 不管怎样先抓回来再说 其中一个小偷不停为自己便捷 反正也没偷成希望警察放了他们 还说那个地方自从有个女人死了后 基本没人去 说了一堆废话 就这句话说到了重点 哪个女的 谁死了 就 自杀那个业 不对 是两命 他说当年有两个人一起吃老鼠药自杀 结果男的中途反悔了退到边上 开过来一辆飞奔的汽车把女孩撞死了 蒋子男来到当年自杀的男人家了解情况 结果被轰了出来 他现在基本是个废人没有杀人的能力 奈奇为了查线索来到陆阳家里 听说他很爱干净 所以专门在五八同城请的宝洁 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样有助于静心读书 正当小童搜索不到凶手IP地址问时 陆阳的手机又收到了一张天台的图片 这个地标很明显 很容易就找到了这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肯定也发生过自杀事件 小童查到五年前有个老板因生意失败自杀 警察们好心劝阻 正当他拿烟石警察扑上去救了他 救他的老刘却坠楼身亡 从那以后这个人不光见到警察就鞠躬 家里还一直供奉着老刘的一项 他告诫儿子们 就算他死了儿子们也要继续供奉 是老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凶手发图片就是想告诉大家 陆阳的死跟自杀有关 可经过调查陆阳的性格跟自杀根本不搭边 麦琪三人来到陆阳家查线索 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他大学时的合影 跟他单独合影的人叫朱婷婷 询问朱婷婷时 他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婷婷 朱婷婷婷的一头雾水 麦琪分析他死过一次 他让朱婷婷好好回忆一下陆阳说这句话的时间 朱婷婷说那个时候刚开学 很多学生发军训服 每年的军训都是在第二学期的第二周 发服装在上周末 这样算下来是三月十号 十一号左右 麦琪觉得陆阳曾经抑郁过 有过自杀的行为 小童查了一遍当年的三月份 都没有接到过自杀事件报案 料言分析他应该是自杀未遂 被人救了或者想通了什么决定不死了 整个事件中极有可能有一个目击者 这个人很可能是高级黑客 于是有了流浪熊猫 料言一夜没睡 终于找到了图片中的关键 每张图片中都有不符合的地方 小童拼接起来后是一只黑猫 就在这时陆阳手机上收到了黑猫的图片 料言麦琪分析凶手可能想表达的是 跟猫有关的店或者房子 小童一番搜索后查到 2013年有一家叫黑猫的旅馆 2014年更名为吉祥旅社 黑猫旅馆的法人叫王永祥 旅馆室内的摆饰跟图片中完全一样 假定分配好任务分头出发 蒋子男三人来到王永祥家 他说旅馆去年就不做了 根据政府要求已经拆了 对于照片中的陆阳他说不记得 但自杀的是确实有 当时王永祥在柜台看电视 突然闻到一股烟熏味 他来到二楼发现一个房间里往外冒烟 王永祥敲门没人开 他跑到楼下拿来钥匙打开门 刚想叫救护车 可两个女孩都醒了 恢复清醒后他们就走了 我们这些开小旅馆的 最怕碰见这事 当时我也是怕麻烦 就没报警 麦奇拿出一张何影 问他认不认识其中的女孩 他只说当时整个人都猛了 其他的记不清了 贾丁来到破烂不堪的旅馆 来到图片中的203房间门口 刚走进去竟然发现一具尸体 贾丁立马给蒋子男打电话 这一重大发现 直接推翻了王永祥的证词 我们赶在开店之前 进入过你的黑猫旅室了 在203房间发现了女孩 女孩死后还在更新朋友圈 直引警方来到即将被拆迁的旅馆 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具尸体 包裹的袋子上都长满了青苔 死者为女性 年龄25岁左右 尸体常年放在阴暗潮湿的野外 所以降低了尸体白骨化的程度 通过青苔的干燥度分析 从潮湿移尸到干燥的环境 大概有7天左右 打开袋子 死者已成为一副骸骨 根据尸体腐化程度结合环境判断 死亡时间5年左右 那跟我们推测的自杀时间完全相同 问题是 他是谁 他去了哪 又为什么要回到黑猫旅舍 尸体部分的错位 可以确定是在遗失时造成的 死者身体中未发现药物毒素残留 从骨骼上看死前 长期处于一种缺氧状态 尸体经历过两次移动过程 横检组确认一次在5年之前 一次在7天左右 如果是7天左右 那不就陆阳死亡的前后吗 说明陆阳和这具尸体 都与当年黑猫旅馆自杀案有关 小彤查到2013年 有个叫李乐乐的女孩 失踪尸体至今未找到 而且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李乐乐右侧牙间有补合的痕迹 和尸体完全一致 其他牙的形态也吻合 死者应该就是李乐乐 贾丁亲自审问王永祥 她说自己真的没有杀人 李乐乐是自杀的 当年两个女孩相约自杀 王永祥发现后赶紧通风 一个女孩起来走了出去 嘴里说着你们也别死 而另一个女孩栽倒在床上没气了 让人知道有人死在她的旅馆里 店就没法开了 于是王永祥把李乐乐的尸体拉出去 拖到了烂尾房里 麦琪看出她在撒谎 手一直在抠指甲是心虚的表现 而且说的逻辑重瘾有问题 两个女孩重瘾不在女孩上 而在两个上 所以现场极有可能是三个人 陆阳离开时说你们也别死 王永祥故意隐藏第三个人 你要隐瞒的第三个人 到底是谁 廖言猜到她想隐瞒的是她的儿子 因为去她家时廖言看到过三口合影 可就在她拿水时故意把合影放下 小童查到她的儿子叫王帅在美国读书 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 更凑巧的是本月5号回国了 王永祥这才承认当年是她的儿子 和两个陌生女孩相约一起自杀 轰封后三个人都醒了 李乐乐让陆阳带她一起出去 说自己有心脏病 陆阳没管她自己走了出去 王永祥只顾把自己的儿子先带出去 等她再回来时李乐乐已经死了 所以才抛的尸 但尸体为什么又回到203房间不清楚 郭巴查看旅馆附近的监控 果然发现了一个抱着尸体的男人 一栋尸体的人跟王帅入境时穿的一模一样 假定把所有照片摆到桌上给王永祥看 这是你儿子王帅入境时候的照片 他瞬间愤怒起来 几秒钟后恢复正常 儿子不可能知道自己藏尸体的地方 他依然说儿子没有杀人的理由 王帅只不过是恨他而已 半个月前王帅打电话要钱 他知道旅馆拆迁得了大笔赔偿金就一直惦记着 王永祥知道他在美国不学无数 三月份断了他的会访 结果王帅又跟五年前一样用死威胁他 还说知道他五年前做的所有事 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王帅是凶手 殊不知真正的凶手在酝酿着大阴谋 料言翻看李乐乐的朋友圈 麦契通过他以前基本不更新动态到很频繁的晒自拍分析他恋爱 如果王帅是他的隐秘恋人 那么殉情就不应该叫上第三个人 说明是另外一个人 麦契反复观看遗失的视频 王帅是有多大胆量 敢把一句干尸抱在怀中 这需要的不光是胆量还需要爱 麦契怀疑视频中的人不是王帅 关键时刻陆阳的手机又收到了图片 这次是熊猫躺在水箱里 为了尽快抓住凶手 小童找来妃子合作一起攻破对方 此时的王帅已经被五花大榜放进水缸里 妃子查到了一个叫上关羽的人 上关羽割开绳子 剩下的就等王帅慢慢等待死亡 女警花猛然回头 发现凶手拿着刀站在身后 麦契眼睛盯着匕首往后退 正当他以为自己要挂了时 凶手竟然主动扔了匕首 这个男人就是上关羽 正是他绑架了王帅 让他跟李乐乐一样 体验一下慢慢死亡的无助感 上关羽经常使用两部手机 现在其中一部手机就在刚刚锁定的位置上 警方快速赶往定位的地方 及时把王帅救起来 万幸的是还没死 小童根据另一部手机的定位 带领其他人去寻找 结果来到了偏僻的村庄里 信号突然分成了三个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几人只好缤分三路行动 沿着动态地图搜索 贾丁走着时突然眼前一个人迎闪过 他让麦奇待在原地等着 自己追过去找人 没想到走到了死胡同 贾丁赶紧往回返 发现有个信号在向麦奇移动 让麦奇 注意快点死着 游戏号在向你移动 麦奇转了一圈猛然回头 正巧看到拿到的上关羽 本以为这次躲不过去了 关键时刻上关羽扔掉了匕首 举手投降 众人赶到后给他戴上了手铐 王帅说一个月前 上关羽说花五十万买他的游戏道具 可刚回国就被他关了起来 不光折磨他 还逼着他做了好几张游戏草图 刚开始他不清楚上关羽到底要干嘛 直到最后让他做一张黑猫 死在旅馆里的图片 王帅才明白过来他要干什么 上关羽本来不知道李乐乐已经死了 直到四月份黑客在民间有个P点 失败者的代价就是把电脑里 所有文件向参赛者和围观者公开五分钟 他就是从那个时候看到了 李乐乐自杀时的真相 气急败坏的上关羽决定为心爱的女孩报仇 他杀了陆阳 最后让王帅用电脑做一张自己死亡的图片 差点就真的死了 自杀时王帅忘了关电脑所以录下了视频 之所以保留着是为了用视频要挟爸爸给他打钱 而且王永祥抛尸时他偷偷跟了去 所以才知道尸体的地点在哪 这段的结局很悲惨 上关羽跟李乐乐是婚外恋 所以没法公开 这是导致李乐乐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 你仔细想想 到底是谁害死了李乐乐 陆阳 被你砸死在血液下面 他当时不是不想救乐乐 在大脑极度缺氧的情况下 他根本就分不清楚现实和幻觉 但尚关羽却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用极端得手断复仇 结果搭上自己的下半生 宋餐员看着恐怖电影等电梯 本想赶紧上电梯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没想到电梯开门后的荧幕更刺激 吓得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口瞪眼 手提袋卡住了电梯门关不上 换成是我估计得晕过去吧 走出来两个抬家具的小伙 看到电梯里血淋淋的尸体也差点尿裤子 看我视频的人估计上电梯多少都会有点阴影 料言来到现场勘察 死者受伤后没有挣扎过的痕迹 顶上的摄像头被喷成了黑色 死者叫黄岚 32岁单身 是京都晚报的记者 住在这栋楼的1102室 身上的财物和证件都没有了 波巴询问宋餐员当时的情况 他从看着电视等电梯到发现尸体中间间隔了17分钟 11.07分凶手戴着口罩和棒球帽走进了电梯 冒言太长几乎看不到脸 随后他喷了摄像头 从时间上看 凶手提前半小时做好准备 他针对的就是黄岚 说明他对黄岚的日常生活非常了解 11.37分凶手尾随黄岚进了电梯 还故意戴了鞋套 看来他知道会血流成河 料言摸着黄岚头上有伤口 分析凶手掐住他脖子挣扎时 被凶手一锤子敲晕过去 腿上的伤口是凶手一刀刀刺入 只为找到大动脉 黄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凶手是有多恨黄岚才会这么做 18层的监控碰巧坏了 其他楼层没有凶手出入的身影 说明凶手很了解小区 假定让蒋子南重点调查小区保安 特别是与黄岚有过节的人 小彤调取地下停车场的监控 发现凶手从车道口走出去了 郑小炯急忙跑来警局问黄岚的情况 他真的死了吗 你认识黄岚 他跟黄岚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了两年 听到他被杀的消息难免有些忧伤 小彤再次查看监控发现 涂黑的摄像头遗漏了一点 可以看清凶手刺伤黄岚时非常愤怒 麦琪分析是仇杀 这桩案子还没抓住凶手 又一个人被杀了 大姨溜弯回来正想开门 发现门没有上锁 他以为老伴回来了 可进门后发现地上一片凌乱 顿感不妙地大姨喊着名字往里走 发现老伴已经死在浴缸里 死者叫汪熙 也是郑小总的同事 廖岩来到现场勘察 头部有伤痕 腿上有匕首割开的伤口 廖岩分析凶手先袭击了头部 再把他拖进浴缸里 汪熙腿部伤口一刀切开大动脉 凶手的作案手法升级了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是死在黄岚之后 如果是一人所为 那凶手的行动速度够快的 12个小时之内连杀两个人 他妻子说汪熙昨天早晨收到一个快递 是一封恐吓信 信上写着你将下18层地狱 廖岩想起黄岚死在18层 汪熙家的路标也有18 他来凶手都是有预谋的 波巴蒋子南来到黄岚家寻找 果然找到了同样的恐吓信 郑小总说黄岚有仇人很正常 但汪熙就像只老绵羊 平常碰到根草都要浮起来的性格 是不可能有仇人的 麦契把黄岚和汪熙死亡的关键词 跟郑小总说了一遍 听好了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鼓动麦 一个是18层地狱 也就是数字18 鼓动麦18层地狱 他立马联想到了什么 三年前一篇新闻报道中 黄岚一时失误 把目击者的真实姓名写在了报道里 文章见报的第三天目击者就死了 同样死在电梯里 死因是鼓动麦刺伤 家属在报社门口大吵大闹 骂他们是无良记者 小童找出了当年的报道 郑小九是报道的第二作者 而今天正是当年的死者无忧的几日 经过排查无忧的至亲 凡是符合身材条件的 都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询问汪熙爱人时 她说去年6月份报社去旅游 拍过一张集体照 汪熙说照片上多了一个人 那个人已经死了 假定让郑小九翻出合影 数了一遍是17个人 但汪熙的冲印版照片上 却是18个人 郑小九让同事帮忙 拍过来办公桌里的冲印版照片 真的18个人 这里多了一个人 照片上的鬼魂脸正是死去的无忧 凶手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 他对这种报复性仪式的要求 近乎强阔 比如地点 黄蓝必须死在电梯里 比如死亡方式 所有人必须是鼓动脉嗜血 又比如死亡时间 三年计日 如果还有人要死的话 那一定发生在今天 现在主要弄清楚 是谁屁上去的人脸 无忧的家人排除了嫌疑 最大的突破口 就是这张鬼魂脸照片 电子版上没有的人 却出现在了冲印版上 在冲洗过程中 接触到照片的人 很可能就是潜在嫌疑人 郑小九想起来冲印照片 是七总编提出来的 贾丁找到七总编 把何音给他看 他仔细看了照片后 发现有个人不认识 说当时没有这个人 说完去找自己那张照片 谁承想不翼而非了 但他非常确定 自己那张何音里没有这个人 另一个主任说 何音是让小孔去洗的 小童查看了电脑 在小孔拷贝之前 照片没有编辑和浏览的痕迹 小童假一打电话 实则拍下小孔照片 输入电脑查询后 没发现他与无忧有任何交集 很快排除了嫌疑 小童调出无忧死亡的 另外一篇报道 据凶手交代 只是想让无忧受点伤 没想到刺穿了骨动脉 导致他死亡 小童又调出当年的物证照片 料言发现无忧胸前 有奇怪的压痕 可试检报告中 没有提到过这个压痕 他让小童调出 无忧死亡现场的照片 贾丁却认为他在耽误时间 当年都结案了 没有任何问题 看了物证 才知道压痕是项链造成的 这项链好奇怪啊 这上面是戒指吗 麦奇好像见过这种项链 他掏出手机 找到一张图片 让小童投屏 照片中带同样项链的人 是他的朋友 听朋友说加入了民间组织 有这种信仰的人 都以拯救他人生命 为终极荣耀 如果有幸能救人一命 就会在项链上加一个环 在环内刻上被救人的名字 所以一开始 我们可能方向就错了 我们一直纠结报仇的人 却忽略了报恩的人 报恩的人 你是说 无忧曾经救过的人 帮他报了仇 贾丁让小童 跟无忧住处的同事联系 把项链找出来 关键时刻贾丁接到电话 报社的七总编失踪了 司机说快下班时 七总编很紧张 出来后让他一直往前开 开到公厕进去 后人就不见了 再回到车上时 发现了恐吓信 郭巴在厕所 找到带有无忧的合影 小童定位到了七总编的手机 等贾丁赶到手机信号位置 只发现了他的手机 男人拿出藏在车上的匕首 缓缓走向女人 麦奇喊了一声危险 郑小九回头肩 幸亏料言及时抓住 凶手的手臂 才让他躲过一截 这个男人就是为无忧报仇的人 七总编的失踪 也是他自导自演 目的就是为了 引开警察去找人 他好趁机杀死郑小九 他以归还物证为由来到警局 警员向蒋子男确认后 让交到物证室 蒋子男告诉贾丁 司机把恐吓信送到队里去了 恐吓信在我这儿呢 贾丁这才意识到有大问题 你司机叫什么名字啊 叫曹峰 无忧项链李克的名字正是曹峰 贾丁终于明白上了 当抓紧往警局赶 曹峰给郑小九打电话 让他来警局门口拿资料 郑小九说完谢谢想走时 曹峰拿起匕首准备对他下手 多亏麦奇喊了一声威胁 加上廖言跟他殊死抵抗 郑小九终于平安回到警局里边 曹峰一看人是杀不了了撒腿就跑 廖言穷追不舍 曹峰藏起来 眼看廖言越来越近来的突然袭击 俩人近身肉搏十几分钟 廖言扛起曹峰扔在垃圾桶上 刚制服他郭巴几人赶过来 给他戴上了免费的镯子 现在过了凌晨十二点 他杀人的计划泡汤了 齐总编也被人从柜子里救了出来 是曹峰给七总编喝的茶里下了药 昏迷后把他塞进柜子里 后来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他之所以杀人是为了报恩 他这条命是无忧救的 有一年曹峰喝醉后 掉进了很深的污水池子里 就在快淹死时 无忧跳进池子把他救了上来 一个星期后他去感谢无忧 无忧妈妈说见不着他 因为这一个星期 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洗澡 那个时候才知道他有洁癖 一个平时连公厕都不去的人 在救我的时候 他就犹豫了几秒 就跳下去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池子的味道 这份恩情让他终身难忘 他刚开始不知道无忧已经死了 直到去报社上班当司机 听到黄丸和汪汐提起无忧死的经过 他才决定为恩人复仇 麦琪拿起无忧的项链 说每个环上都刻着他救过人的性命 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无忧一定不会想到 他战胜巨大的心理障碍 救回来的这一命 居然以剥夺他人性命为快乐 天大的讽刺 曹峰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报恩 最终只能搭上性命 那么无忧当初就了他值不值呢 你觉得他被人杀害了 附着卡通面膜的女孩 每个礼拜四总在半夜12点点炸鸡 而且每次都留下稀奇古怪的留言 外卖小哥对于女顾客的调皮很喜欢 虽然女孩不说话 但小型能感觉到他在笑 只要到了礼拜四小型 就会等待女孩点餐 可奇怪的是 今天女孩提前点了餐 没有任何留言 他意识到不对劲 提着外卖来到女孩家门口 我听见你在里面了 敲了好几声后 女孩才缓缓打开门 但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恐惧 女孩接过外卖 在小型手上留下两个深深的指甲印 她回去路上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再次返回女孩门口急切地拍打门 都把隔壁邻居吵醒了 邻居说那间房子没人住 我真送进去了 我都送了好几个月了 他刚才还在这呢 你再给我扯 你信不信我报警 小型拿起电话报了警 物业给警察打开了门 房子的主人叫陈希 半年前就死了 警员搜到了陈希死亡的信息 小型依然说不可能 立马从兜里掏出送餐的单子 还说女孩刚才掐过她的手 给警察看的时候手印不见了 没证据没受害人 警察只能认为她脑袋可能被门紧了 从那以后小型意欲管关的 上班也没了动力 小型给廖言送餐时 意外发现挂着的警服 廖言一个人住经常点外卖 家里卫生也是专门在五八同城请着保洁打扫的 她刚想吃饭又听到有人敲门 你是警察吗 她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廖言说了一遍 她觉得女孩被人杀害了 希望得到廖言的帮助 廖言相信小型不会说谎 她穿上警服来到女孩的小区 还把麦琪和小童一块招呼过来 怎么又来了警察同志 我想去下401 把她陪回一下 真出事了 物业直接把401的钥匙交给廖言 让他们自己上去看 闻所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麦琪查看了日历表 一直记录到五月份 六月份以后都很干净 符合业主晨曦死亡的时间 打开冰箱试量的说明有人用过 打开水龙头里流的是清水 不像半年没用过的样子 廖言在下水道口 捡起一根带有新鲜毛囊的头发 麦琪掀开床上的白布 很明显有近期睡过的痕迹 她可以确定房子一直有人在住 而且房间的网络没有断 一直有人用电脑上网 使用的时间非常长 晨曦五月份出的车祸 电脑从五月十三号开始 IP记录空白了七天 七天以后再次使用 使用天号完全一样 感觉就像是同一个人在上网 整个房间没有任何指令 只能先从死去的晨曦查起 廖言来到陈希父亲家 提取她的唾液座丁内对比 小童把房内照片 让她确认一下 跟半年前有没有变化 大叔说一切都没变 衣服也都是陈希穿过的 麦琪又跟晨曦确认了 一遍女孩的细节 说的确实跟陈希有点像 晨曦火急火燎的感觉 她打听了陈希的朋友 都说她活泼幽默 如果陈希活着 用外卖单开玩笑 她干得出来 而且陈希也是炸鸡蛋 她不服面膜 廖言接到同事电话 丁李检验那根头发不是陈希的 廖言再次来到陈希家 小行说 她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 脸上是贴着面膜的 如果她不是鬼的话 她的指纹 很无可能在面膜上 廖言在电脑桌的抽屉里 找到了卡通面膜 万幸的是果真留下了指纹 提取下来后沾到板上 现在光有半眉指纹 还是不能录入指纹库去对比 廖言敲开邻居家的门 说401的女孩死了 啥时候的事啊 半年前 你不知道吗 咋可能呢 大姨说他们搞错了 上个星期女孩还救了她一命 大姨买菜回来饭了滴血糖 女孩看到后赶紧掏出来一颗糖给了她 才缓解了 廖言拿出陈希照片给大姨看 她说那天女孩戴了口罩 脸上看不清 小童来到另一个邻居家 她说那往外卖小哥说了后挺害怕的 一夜没睡没听到任何动静 平时不大在家 一出去就好几个月 麦琪打开窗帘 发现对面楼层有个男人在拍视频 位置正对着陈希家 麦琪来到对面楼上 敲开丑帅哥的门 首先把她猛夸一顿 让她把最近的视频拿给她看一下 还说会关注她 丑帅哥立马喜笑颜开 把美女请进家里做作 麦琪把视频发给料言看 视频里正巧拍到有个女孩 站在陈希家窗户边上 小童在所有视频中 只找到三个模糊的身影 时间分别是上个月6号 11号和17号 说话间丑帅哥又发了一条 可以看到陈希家有两个人在打架 随后拉上了帘子 能查到录制时间吗 可以 视频的录制时间 正是小型认为女孩出事的那天晚上 现在女孩失踪已经48小时 小童通过不清晰的人脸 加上半枚指纹 搜出的女孩叫于冷冷 她四年前失踪过 后来自行返回家中撤了案 小童很快找到了于冷冷的家庭住址 料言来到于冷冷家提取她爸的唾液 父亲说以为女儿到处去旅游了 继母说于冷冷经常玩失踪 都已经习惯了 麦琪把窗户边的照片给她看 她说很像自己的女儿 继母则说不太像 麦琪来到于冷冷房间查看 房间的布置够前卫的 上次回家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 料言来到于暖暖房间 没想到她一出口说的话绝了 我那个姐姐 又是货了 这次是套别人坑了 还是别人把她害了 为什么这么说 没问出有用的线索 料言只好离开 蒋子男郭巴来到陈希家盯梢 在电脑桌抽屉里发现有东西 拿出来后是笔记本 里边不光记录了关于陈希的所有事 还有她的身份证 经过丁内比对 陈希家的头发的确是于冷冷的 蒋子男把日记本交给麦琪 她翻看日记本有被撕过的痕迹 蒋子男在林子里发现了轮胎印 这种越野轮胎印并不多见 恰巧于冷冷家门口停着一辆 料言在老于家门口观察了越野车 林子里的轮胎印有明显的车损 可这台没有 她立马给小彤打电话查老于家所有车辆信息 结果是豪华越野车只有门口的这辆 交谈中老于还是说女儿去旅游了 告诉警察不用太担心 麦琪看出继母表情都自然 极度紧张 老于则故作镇定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老于随手挂断了 说是骚扰电话不用接 没想到电话再次响起 贾丁拿起手机让他接 绑匪说想要他女儿的命 就准备好五百万现金 于冷冷让爸爸确定自己是活着的才行 你们警察 什么时候能制止这帮人 浪费别人的时间 也是一种盗窃 麦琪下一秒就拆穿了他 你的表情告诉我 刚刚电话是绑匪打来的 而且这不是他们打给你的第一个电话 老于害怕女儿被撕票不希望警方介入 麦琪分析绑架三天才索要赎金的绑匪 目的不光是为了钱 老于终于同意和警方合作 小童调试好监听设备 把老于跟绑匪的录音都导入电脑上 但绑匪使用的是网络电话 通话时间太短无法追踪 绑匪第一次打电话要三百万 不到半天时间涨到了五百万 麦琪让老于跟绑匪谈判他不淡定了 我拿什么当筹码 拿我女儿的命吗 富豪的千金被人绑架 余锦花却让他增加双倍标顶 但必须坚持两点 第一需要八小时来准备现金 第二他们必须不断让老于证明于冷冷房活着 刚说完绑匪就来电话了 老于按照麦琪教他的去说 我要跟我女儿通话 我只要我女儿的命 其他的事咱们都好谈 这样 我给你双倍的现金 绑匪挂断了电话 通话时间太短小童还是没有定位到 没过三秒钟绑匪又打了过来 说可以保证于冷冷的安全 钱一定要准备好 绑匪太狡猾了 不等说完立马挂断电话 外妻安抚他绑匪还是爱钱的 现在最主要让他想清楚 到底是谁要鲨鱼冷冷 老于让妻子去公司取钱 假定让郭巴陪他一起去 他们刚上车 于暖暖就站在窗户边上往下看 绑匪再次打来电话 让他把钱放在拉杆箱里 一个小时后出门到朝北公园 必须老于一个人去 料言听出不对劲 八百万现金必须两个大号行李箱才能装下 难道绑匪对钱的数量没概念吗 料言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是两火绑匪 小童你刚才说 劫北的电话使用两种不同的变声软件 刚才这个电话使用的软件和之前的每个相同 小童分析出这次打电话的和昨晚第一个变声器相同 这样看来是要赎金三百万的那个 而三百万正好装进一个行李箱里 因为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出现 所以才会提出提前交易的要求 麦琪感觉老于心里有秘密 而且这个秘密跟与冷冷有关 小童再次查到上次漏掉了一辆车 原因是这辆车撞死过人 后来低价卖掉了 撞死的是一个十五岁男孩 肇事者是老于的司机 现在复刑中 麦琪复原后的字迹给他们看 虽然陈希的日记最后一页撕掉了 但字的压痕印在了下一页 麦琪分析这些字是于冷冷写的 他走进老于房间跟他用心交谈 希望他说出埋在心里的真相 老于思考在三后 终于说出了那个秘密 富家女开豪车撞死了一个男孩 老爹一看女儿惹上了大麻烦 他心生一记让司机顶罪 不惜双膝跪到地上求司机 司机答应后老于给他一大笔钱 他以为处理得很好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一星期后收了一段视频 有人拍下了于冷冷撞人的全过程 让他出两百万买下那个视频 交易的地点也是公园 当时那人也说过丫头骗子该死 所以老于肯定这次绑架的人也是他 老于把U盘拿了出来 小童打开发现是车载记录仪记录下来的 通过查询下个路段的监控锁定了一辆黑车 小童输入车牌号搜出来的人竟然是于暖暖 许前回来的路上老于妻子说去洗手间 他来到厕所给绑匪打电话 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手机被警方监听了 他说给绑匪三百万让他放了于冷冷 可绑架的目标是一千万 还没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次不是网络电话 小童通过移动基站确定绑匪在欣然小区 老于拉着一箱子钱跟绑匪交易 料言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人 老于把箱子放在公厕后离开 绑匪拉着箱子想走时被警察三下五除二就制服 小伙子说手上没有人质 是于暖暖让他干的 是为了赚钱而已 波巴把于夫人带了回来 他说绑匪是他的远房表弟叫周易 周易欠了债一直向他借钱 上星期他说可以给周易一笔钱 但是让他拖住于冷冷几天 因为于冷冷想去自首 于夫人不想让老于禁橘子 才答应给周易五十万让他稳住于冷冷 没想到他弄假成真了 我给你一通信息 他全会信息 他照片 他电话 为何把于冷冷救回来 绑匪发来于冷冷的照片 料言细致地发现于冷冷的眼睛向左下角看 放大后才看清他看的是外卖餐盒 小童把图片加清后看出上面有牛字 还有箱字 料言想起这家饭店叫金香牛肉饭 料言让小行把所有外卖小哥 聚到一起把手中图片给他们看 都说没见过 麦琪给他们分析嫌疑人接餐时会出现的小动作 终于让一个小哥想起来 有一家昨天下午点了招牌牛肉饭 跟他们描述的很像 确定绑匪具体位置后警方安排就位 周易刚走出门就把他按在地上 警员把鱼冷冷扛出去 料言环顾了一圈后把屋里所有电源都关闭 排报员在电饭包里找到了炸弹 幸亏料言断电走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于冷冷被成功解救 如果刚开始不是外卖小哥坚持报警 他可能真的就被撕票 于暖暖之所以勒索父亲是因为看不惯他们拿钱买凶的行为 更没想到他轻而易举就得到了一大笔钱 直到于冷冷被绑架 他决定再敲诈一笔 于冷冷之所以进入陈希家 是因为在草丛里捡到了陈希的包 里边有身份证和陈希的钥匙 所以就顺其自然住进他家里 于冷冷不知道陈希已经死了 直到有一天陈希妈妈来到这里 说撞他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吐露出对女儿的思念 老母亲赌物思人的样子触动了于冷冷 他决定擦去自己住过的痕迹 为自己曾经撞死过的男孩去买单 去自首 结果被继母安排来的人绑架了 故事到这讲完了 咱们下个故事继续 那个五号男家店 死了 男人躺在地上翻滚 嘴里一直说着蚂蚁别咬他 等老板进来后男人已经变成缓慢抽搐翻白眼 把在场的美女们都吓傻了 警方接到报案快速来到现场 由于人太多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他们之所以聚在这里是为了参加黑暗约会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贾丁找到餐厅老板了解情况 他说黑暗约会不看了 每个人身上都挂上号码牌 男士们提前坐到单间里等着 女士们进来后把窗帘拉上所有灯关闭 参加的嘉宾就连打火机手电筒都不能带 为了防止嘉宾摔倒 会在地上放一些荧光棒 有相众的会把号码牌告诉老板 老板给他们牵线搭桥 医生尽力抢救还是没能挽回男人的生命 死因是什么 医生目前只能判断是呼吸衰竭 具体怎么死的无法判断 根据登记的信息显示 死亡的男嘉宾叫狼云 是个小有名气的油画家 料言询问服务员 他们说狼云一直喊蚂蚁别咬我 感觉就像是一群蚂蚁在吃它一样 打开灯后一只蚂蚁都没看到 它是不是被冻死的呀 冻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呀 服务员说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帮忙抬的 狼云一直在发抖 室内空调是25度左右的恒温 但狼云却像被冻死了一样特别可怕 料言立马给郭巴打去视频 让医生保留狼云的口水流作化验用 狼云的妻子来医院认识 面无表情没掉一滴眼泪 家里有妻子还跑去参加约会 你们说这种男人是不是该死 妻子签下解剖同一书 说他知道黑暗约会 狼云之所以去世为了采风 只有深入人心才能画出反应人内心的话 说完便离开了 料言厌世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呼吸循环衰竭 他分析狼云中的是一种不常见的毒 咖啡残液里检测出乌头茧阳性反应 这种毒药药性非常强 只要在喝的杯子里转三圈就能让人重点 只要0.5克乌头茧就能致人死亡 这种毒性一旦发作就像蚂蚁在身上爬有被咬的感觉 如果狼云早知道参加赐约会会搭上小命 估计他怎么都不会去 那死者到底是自杀 还是被别人投的毒 或者仅仅是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麦奇分析自杀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自杀肯定会选择一种痛苦性小见效又快的方式 狼云从毒发到死亡 没说过一句有意义的话 全程都是惊恐和害怕 所以他刚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死了 贾丁决定先从制作咖啡的人查起 咖啡是说都是嘉宾亲自点 他们把要求写到单子上 由他来做 再由服务员端到每个嘉宾桌上 每个杯子都贴上可以发亮的标签 询问服务员他们说靠夜市一来进行服务 有个服务员分开询问 瞎子的一句话让廖言找到了凶手投毒的方法 出事的时候 我就在五号旁边 他在那喝个咖啡跟喝红酒似的 一个劲在那摇 你怎么知道他在摇 那杯里有冰块 冰库撞杯的声音啊 廖言意识到不对劲 单子上狼云点的明明是常温咖啡 凶手就是利用冰块投毒的 咖啡师说他的确做了一杯常温美式 监控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服务员小李推着饮品车去黑暗约会的路上 是下毒的最佳时间 那么最容易下毒的人是小李和五位走东的女嘉宾 几人分开对五个美女嘉宾询问 最后一个说还没开始跟他聊就死了 所有人都说跟狼云不认识 廖言在物证上发现了荧光剂 还有一只燕钞笔 但上边没有指纹 越没有指纹越说明不是正常用途 廖言分析在黑暗中精准投毒的方法 就是燕钞笔和荧光剂 这样小李就排除了嫌疑 因为只有不用透视镜的人 才会用燕钞笔照亮荧光剂 贾丁决定再去现场排查女嘉宾 麦奇看着询问时的画面 分析五号可能认识狼云 小童起身要走失五号有很大的表情变化 麦奇分析他看到了小童笔记本里狼云的照片 检验员打来视频说狼云衣服上的荧光剂很特殊 在市面上买不到 小童查到五号出生在桃乡 狼云曾去桃乡生活过半年 那里很偏僻只有一所高中 他跟五号是同班同学 贾丁咨询桃乡的所长 据他了解五号胡芳追求过狼云 还以自杀威胁过狼云一次 麦奇询问胡芳他刚开始不承认 直到查到他填表时翻看了狼云的资料 他才说之前不说是怕他们不相信 他看到狼云名字后特意跟他约了同一天 黑暗约会时聊了四个男的感觉都不是他 胡芳以为重名了 狼云倒在地上时也没认出是他 小童询问时他看到狼云的照片才确定死的人是他 麦奇进来问了他一句话 狼云在高中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没有 至少高二的时候他没有决定考美院 他那个时候喜欢的是化学 他分析胡芳不是凶手可以让他走了 廖言来到狼云家 在衣服袖子上检测出少量荧光剂 画室里的画用仪器照射后是非常漂亮的一幅画 原来是这样 这才是真正的黑暗系列 狼云妻子看到后晕了过去 吉人把他扶回房间 妻子说自从创作黑暗系列狼云就不让他进画室 在哪弄来的颜料不清楚 廖言再次来到画室观看着两幅黑暗系列的话 他分析有一幅画的是埃及的荷鲁斯之眼 代表重生和转世 小童搜了下这幅画 意思是两个正在举行仪式的恋人 传说拥有荷鲁斯之眼就可以复活 廖言意识到眼睛是重点 于是他返回法医是检验狼云的眼睛 终于发现了他的秘密 这才发现他得了眼脉落膜黑色素瘤 这种恶性肿瘤发展速度很快 会直接导致失明 小童来医院调查 医生说他发现的早还没有转移 不幸的是双眼发生病变 如果动手术就得摘除眼球 狼云不能接受双目失明 所以选择了放弃治疗 妻子知道狼云的病情后 终于忍不住了 狼云死后他黑暗系列的两幅画 已达到250万到300万 小童查到狼云让一个叫王凡的人 收购他的画 他跟狼云是十几年的朋友 王凡这一个星期都在国外 今早刚刚回国 甲丁来到王凡公司 他说三四个月前狼云找他买画 他纯粹是为了帮忙采买的画 说完还拿出了签署的合同 廖言看出他说话有点掩饰 手也不自然 最重要的是墙上的美女背影画 引起廖言注意 临走时廖言故意跟他握手 目的是为了探清他的手指甲 警察走后王凡使劲地洗手搓手 但有些痕迹是洗不掉的 廖言分析王凡办公室挂着的女人的背影 极有可能是朗云的妻子 后发际线下边的黑质 跟狼云妻子一样 如果说这王凡跟狼云的妻子有关系 那你说他脸得多大呀 正当大家对案子都迷茫之时 小童唱了一首《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让廖言联系到案子上 王凡虽然案发时在国外 但不排除他不会买凶杀人 狼云在黑暗约会中离弃死亡 让他的画价值直接飙升 廖言让小童查王凡的真实经济情况 还要查合同是否履行过 按照合约王凡需要支付订金的 小童查到王凡的公司已经是个空壳 全国各地到处跑都是泡在赌场 虽然他们两个月前签订了合同 但在十天前王凡才向狼云账户里打了五十万钉金 也就是说王凡本来不想要这幅画 出于面子才签了合约 但并没有执行 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些状况 让他决定必须要这幅画 看来他早就知道了荧光的秘密和画的价值 服务员小章用热成像一位嘉宾们服务 冰块是冷为遇到热成像会出现黑洞 小章以为热成像出现了毛病 好在很快恢复了 我的推测是 某种存冰的保护容器被打开了那一刻是 超低功的血迹瞬间深奔起来 而在热成像的效果下就形成了黑洞 而此时凶手准备偷渡了 小章还说那个被黑洞遮住的影子 他的两个肩膀上有两块方形的橙色 小童用同样规格的热成像 一给五位女嘉宾制作了热成像效果 参考他们当时穿的衣服 结果一目了然是四号 郭巴把四号带来了警局 但不管怎么问他什么都不说 料言检查了四号的指甲 跟王凡的指甲一样是吸毒造成的 还没等问出他跟王凡什么关系 四号就晕了过去 女人猛然坐起身 下一秒突然又倒了下去 这个女人就是约会中给狼云下毒的人 几分钟前郭巴把他带回警局 还没问出他跟王凡什么关系 他就满头大汗倒在椅子上 料言看了下他眼睛发蓝 摸了下脉搏 分析他中毒了 是王凡怕你下毒的 你就没有想过王凡下一步就灭口吗 贾丁一看是不对 让郭巴赶紧叫救护车 料言把他抱到解剖台上 打入一针肾上腺素 方圆一下坐起来 吓得贾丁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紧接着又倒下去 蒋子南郭巴陪他去医院抢救 方圆之所以眼睛发蓝是慢性缺体的症状 王凡也有同样的症状 他俩不光眼睛一样 身体和精神状态中透露出来的信号 让料言意识到可能是吸毒造成的 他们指甲上有特殊的细纹 这是一种新型毒品 即使不吸了也会留在指甲里 方圆虽然被救回一命 但因为吸毒过量导致心脏骤停 能不能醒过来不一定 麦琪决定找朗云的妻子聊聊 他把王凡对朗云做过的龌龊事说了一遍 让他好好想一下15天前发生了什么 王凡 跟伤害朗云的凶手有合作关系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找出他故兄杀人的动机 还有最直接的证据 露露承认曾在改情上走过弯路 差点被王凡的甜言蜜语哄住了 他清醒后跟王凡断了联系 15天前王凡喝醉酒跟着他到了家门口 甚至来到他家里 露露把自己反锁进房间里 说再给他五秒钟 再不走就报警 露露听到没了动静以为王凡走了 殊不知他进了狼云的画室 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黑暗系列 露露说曾看到过那份购化合同 但是被揉皱了 现在动机有了就是没有证据 假定给缉毒队打电话 以吸毒的名义先把王凡扣住 廖言决定再去狼云画室看一下 如果王凡曾在画室逗留很久 那他一定会留下什么 小童在王凡衬衣上发现了狼云画上的荧光剂 廖言在狼云画室里发现灯绳掉了一块硅胶玩具 廖言分析可能是王凡进来时拽断的 没想到果然在小推车底下找到了 狼云工作时戴手套 如果上面有指纹就是王凡的 蒋子南在方圆家搜到了注射针管 郭巴在沙发靠背后面找出一包毒品 而且上面还有指纹 已经确定毒品袋上和密室里都有王凡的指纹 审讯时他承认去过狼云的画室 但只是出于老朋友的身份看一下 至于方圆他承认一起吸过毒 嗨大了轻一下摸一下留下指纹很正常 现在还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故意杀狼云 除非找到关键性的物证 否则很难完成完整的证据链 要将有毒的冰块带进约会现场需要保温的容器 廖言分析那个容器很可能被他藏在餐厅的某个角落里 所有人对餐厅展开排查 终于被廖言在桌子底下找到了 贾丁把证据拿到王凡面前 他还在装傻冲冷 贾丁分析他在反复实验干冰的过程中受过小伤 所以留下了最直接的证据 于是我们在保温杯上发现四种灯 血上一只号的纹膜残留 狼云独创灵工记 方圆的指纹 还有 你的定位 他之所以制作这么复杂的死亡 目的是为了让黑暗系列因为这种戏剧性而升职 王凡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狼云得了绝症 只能活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你都不给他 你勾引他老婆 偷他的作品 最后想要他的命 他这辈子最在乎的东西你全都想拿走 亏了他还把你当做朋友 想把最后的作品托付给你 贾丁留下一句瞧不起他离开了 像他这种人渣死多少次都不够 这个自杀现场 会不会中了太假了 男人口吐白沫死在自己家里 桌上放着一个奶瓶和一份遗书 底下放着扑克牌 脖子处有电击斑 身上有捆绑痕迹 料言验完尸体分析死者生前被电击过两次 通过嘴上和鼻腔内外有淤血和白色液体 分析毒物是被强行灌入嘴里的 最后凶手伪造了自杀现场 男人叫王林 两天前刚出狱 还没走出监狱大门 就看到一群人拉起横幅骂他不得好死 杀人偿命 王林只能默不作声鞠躬道歉 如果不是有警员拦着 估计这伙人的把他吃了 直到车子开走后面的人还在不停地追 众人之所以这么恨 他是因为他们公司生产的奶粉出了问题 中毒的孩子有两千多人 还死了九个 王林只是个小人物 所以被判了七年 但没想到刚出狱就死在了家里 这个自杀现场 会不会这么太想 先把遗书 拿回去做个笔记鉴定再说 物业小姐姐说王林出来后 总有人堵在小区骂他 他认为王林肯定住不下去 于是大清早就去敲门 想让他把以前的物业废交了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了尸体 随后就报了警 除了他没人进过王林家的门 蒋子南让保安调出这两天的监控录像 检验员验出奶瓶里有高浓度的毒鼠墙 奇怪的是现场既没验出死者指纹 也没验出凶手的指纹 扑克牌是速光的也没有指纹 鞋印也没有 笔记鉴定遗书是王林自己写的 假定分配任务第一重点排查 被毒奶案害死的九个受害人的家属 第二是监狱门口闹事的人 开完会料言开始验尸 事斑事将明显 符合急性死亡特征 口腔内有明显淤血 应该是生前硬物挤压造成的 王林死前被捆绑 而且经历了剧烈的挣扎和抽搐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是昨晚9点到10点之间 料言量了下王林脖子处的电击痕迹 两边的间距不一样 直径相差两毫米 说明两个电棍型号不一样 波巴拿着王林照片给中毒孩子的家属们看 他们除了说死的好 也没打听到有用的线索 小童查看王林小区的监控 结果救出了17个嫌疑人 蒋子男查到9个死亡儿童的家属 组织了一个心理创伤互助小组 定期会有倾诉活动 成立四年间有两个人抑郁自杀了 负责人叫许强 巧合的是昨晚案发前后 他们组织了所有成员举行例行诉说会 全程录了像 在本事的人都去了 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许强带他们来到聚会的房间 拿出当晚的录像给他们看 料言发现有个男人进过王林小区 所以在本子上记录下序号 麦奇让许强写下所有的联系方式 再画出坐在一起的位置图 贾丁临走跟他借走了录像 根据许强提供的位置图 出现在小区里的人叫关庆 可问题是那段时间 他明明在护助会里开会没离开骨 又怎么会出现在小区门口的监控中呢 小童一夜为睡看监控画面做记录 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关庆虽然一言不发 但他有揉鼻子和挠下巴的下意识动作 小童记下他所有揉鼻子和挠下巴的时间 发现他的动作每半个小时 就会出现一次循环 说明关庆只在视频中真实存在了30分钟 其他时间都是用重复播放来伪造的 小童调出护助组的名单 最关键是有个叫杨上兴的 是影视制作公司的 张关庆 其他人都给我带回来审 重点审这个杨上兴 审问杨上兴是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小童给他普及了一下法律知识 他说视频是他自愿做的 想为关庆减少点麻烦 假定审问许强 他承认是他让杨上兴做的视频 当晚所有人知道王林初遇的消息都很激动 关庆虽然闷不作声 但看他的表情和手就知道他有多气氛 他起身走了出去 至于去做什么不清楚 询问其他人都捅一口径说没人离开 只有最后一个人说了实话 把群聊天给警察看 群名叫静情哭 每个字的首字母正好跟王林死亡现场的扑克牌对应起来 关庆坐客车回老家的路上 被警察拦截下来 带回警局关庆说没有亲手杀王林 他是自杀 当晚他8点20分走到王林家 发现他傻呆呆站在门口 过了几分钟才开门 关庆跟上去拿电棍电晕了他 然后把他拖进屋里 从包里拿出绳子把他绑起来 没一会王林就醒了 关庆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毒奶给他往嘴里灌 灌不进去准备用针管时 发现他桌子上写好的遗书 关庆心软了 下不了手杀他 于是他解开了绳子 留下毒奶瓶 让他自行解决 关庆只惦记了王林右侧脖子 对于扑克牌他更是浑然不知 迈气看出他没有撒谎 说明除了关庆 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于是再次来到现场勘察 另一边小区监控看到王林下午5点40离开小区 6点10分返回小区并买了一些东西 可关庆却说他8点20分到的家 中间的两个小时去了哪呢 更关键的是他买的吃的不见了 而且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少量的奶烈 小童在王林家书架上找到一块新鲜的双面胶 有相当的粘性 说明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很短 料言分析是用来固定微型摄像头用的 双面胶上留下了几个数字和符号 和一款隐形摄像头底部的型号符合 小童把摄像头放到大屏幕上 看来嫌疑人不光看到关庆放的毒奶 还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神秘凶手等关庆走后进来给他灌毒奶 然后放好扑克牌嫁祸给关庆 蒋子南拿来王林为内容物的花烟报告 不光有毒鼠墙 还有左旋多巴 左旋多巴主要是治疗帕金森的药 但不能用于抑郁症患者 一旦使用可以加剧患者的抑郁和烦躁症状 从消化程度上看是死前一个小时服用的 王林不仅在小区那四位某人 又吃让自己更加抑郁的药 有人想让他自杀 检验员拿来王林牙齿上附着物的报告 从残留物来看是一种颜色鲜艳的发狼彩 发狼彩多用于女性视频 看来杀害王林的凶手是女人 而且住得很近 贾丁分析抛开毒奶案 重点查跟王林有关系的女人 蒋子南来到王林小区跟陈大妈打听 他说王林出生那网屋大 小区人很少 有个人拿着激光笔 在王林小区楼下恍来恍去 陈大妈喊了几声后那人离开了 窝巴跟物业要来住户名单 几人分开对每个住户展开排查 其中有个女人叫张爱 曾跟王林是同事 小童在他家发现了一只激光笔后 偷偷跑到厕所调取监狱资料 张爱爱在王林入狱期间去探视过两次 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麦琪从视频中看出张爱爱是单方面喜欢王林 另一个可疑女人叫蒋可心 王林出狱前突然搬到他家楼上 询问他时迈气通过他撩头发 眼神闪躲看出他在说话 深入调查发现六年前 他跟王林是项目合作关系 所以才把他俩带回来聊聊天 既然我们已经掌握这俩个女人撒谎的证据 为什么还不出事 这点证据还不够 而且我们把他们带回来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为廖言和蒋子男争取事件 蒋子男和廖言分头对张爱爱和蒋可心家搜查 廖言在张爱爱家搜到了望永静 打开电脑键盘有新的裂痕 里边任何内容都没有 廖言在床头柜里找到一个发廊彩小镜子 跟王林嘴里的一小块彩片一样 蒋子男从垃圾桶找到了买东西的小票 上面的时间和王林进小区的时间能对起来 还在抽屉里找到一瓶左旋多巴 把电脑带回警局小彤确定张爱 就是给王林安装监控的人 而蒋可心在王林出狱前刚购买了左旋多巴 小彤很快恢复了监控视频 发现王林跟蒋可心抱在一起的画面 监控她的女人气得砸坏了电脑 因此出现了黑屏 其实女人把王林愤怒地推开了 小彤恢复声音后才知道 王林想把1700万全顾捐献遭到蒋可心拒绝 麦琪分析她想捐给毒奶案的受害者 这么大一笔钱会不会跟毒奶案有关呢 假定让小彤立马查张爱跟蒋可心的银行往来情况 经过化验廖言在张爱家找到的发廊彩 跟王林牙齿上的完全一致 廖言麦琪审问张爱 她刚开始说跟王林不太熟 直到小彤拿来她的电脑 张爱立马紧张起来 你们拿我电脑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恢复了一些被你删除的东西 张爱只能承认监控王林的事 但她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没错 王林相信她把家里钥匙给她 可她却在王林出狱前按了监控 当她看到王林跟蒋可心抱在一块时 终于爆发了愤怒砸坏了键盘 第二天晚上她再次打开监控 发现王林不在房内 所以才用激光笔照射王林家和蒋可心家 直到看见她俩都探出头来 张爱更加气愤了 这也加剧她杀死王林的决心 她再次回到家看监控 发现关庆在王林家 但没想到关庆竟然放过了她 于是她决定亲自动手 故事编得真好听 证据呢 当料言拿出发廊彩的镜子后 张爱慌了 她承认当晚把王林垫晕 然后用发廊彩镜子撬开她的嘴罐进去躲买 她之所以没扔掉镜子 因为镜子是王林以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张爱捡起地上的扑克牌 她想起关庆说过的群民敬情哭 正好跟扑克牌对应起来 所以就顺手把杀人嫁祸给了关庆 如果这三张牌是王林留下的 她根本不知道群民 那么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关键时刻 张子南查到在六年内 蒋可欣父母姐弟账户里 多了很多大额收入 加起来有1300多万 而且蒋可欣在多个城市购买房产 还和多个男人保持着暧昧关系 王林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的1700万早已被蒋可欣挥霍了 审问蒋可欣她刚开始还振振有词 贾丁把她在电脑搜索 什么样能加剧抑郁症患者的病情 她开始慌乱了 随后贾丁提起了那1700万的事 说主动自首坦白从宽 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我不知道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钱 王林给过我一些钱 多少钱 1700万 是她的赠予财产 她给我我就花 其他的都跟这没关系 她哪来的钱 贾庆宽给的 贾丁终于问出了想要的答案 小童搜查才知道 贾庆宽和毒奶案有关系 她在王林电脑里找到一个加密文件 打开后全是关于毒奶案的检验报告 1700万就是贾庆宽给王林的封口费 王林在屋里留下的三张扑克牌 指的就是贾庆宽 最大的毒瘤终于有证据铲除了 而张爱也将为她的冲动杀人买单 女演员当了一次替身 结果在拍戏中被电死 廖岩查看拍摄花絮时 发现她进入笼子室把脚抬起来一下 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 廖岩趴进笼子里查看 依然没发现可疑之处 奈其猜测会不会是液体融化了 廖岩再次检验死者脚底 分析死者的确踩到了导电的液体 这样身体电阻会降到最低 身体电阻越低 电机的损伤就会越大 廖岩用镊子夹起一块物质放进容器里 还夹起一小块玻璃 她怀疑凶手故意摔碎体温计 让死者踩着地上的水影进入笼子里 才导致的触电 廖岩返回笼子附近查找 果然在地上找到了摔碎的温度计残留 甲丁对所有演员单独询问 得知女一号和女替补都喜欢男一号 询问男一号她说对替补只有感激没有爱 麦奇故意把郭巴之出去 说了一堆男一号太帅的好听话 还主动要求跟他合影 男一号立马展示了拿尔本色 手不老实地在麦奇身上游走 郭巴回来后咳了一声 麦奇直接让男一号出去 电工说上午11点左右检查过线路都正常 手触碰过笼子时没有电 廖岩查看了女一号的眼睛 她就是因为眼睛钻心的藤眉法上场 执行导演才替她演戏的 结果搭上了小命 廖岩拿手藏了下她的眼药水 发现里边加了食盐 破损温度计和落电保护装置上 有杂乱不全的指纹 很明显是戴了手套 我去问一下造型师吧 看一下 哪些服装设计上是戴上手套的 造型师说只有黑衣人的扮演才会戴手套 廖岩在穿帮镜头中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警方把所有黑衣人集合起来 廖岩他们做转头动作 发现穿帮镜头里的黑衣人不在这里边 那个嫌疑人转头时身体和头一块转动 正当找不到人时 廖岩发现了不远处的嫌疑人 他二话不说追上去 郭巴在他兜里翻出一个信封 里边是他跟女一号的合影 还有一张纸条 男人说跟女一号是情侣关系 纸条写了一个多月没赶给他 但他坚持说自己没杀人 只是往女一号隐形眼镜里撒了盐 女一号承认是他的男朋友 但早已分手了 麦奇在地上捡起一个剧本 打开后看到有人画了个红叉号 检验员打来视频说 女死者和男一号鞋套边缘有胶装残留物 是医院里做B超常用的那种导电凝胶 这么看凶手想要杀的是两个人 女一号前男友碰巧救了他一命 麦奇通过电影素材分析人际关系 还真找到了重要线索 真正的人际关系 就在这照片的背后 麦奇看出化妆助理的眼神不是普通工作上的情绪 而是发自心底的怨恨 料言立马联想到检验员说的导电凝胶 化妆助理就是专门用凝胶修补漏洞用的 他赶紧报告贾丁寻找化妆助理 窝巴找了一圈没发现人 贾丁立马让人封锁大门 麦奇分析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杀死男一号 蒋子男出来报告男一号不见了 小童查到化妆师助理的前夫死因就是热水器漏电 大伙追到厕所发现了血迹 料言用手摸了一下看出是假血 地上放着一根木棍 他分析凶手用木棍偷袭了上厕所的男一号 给他化妆涂上假血混出去 就在这时司机嚷着车不见了 化妆助理正开着车往外开 万幸的是警察及时拦住他的去 他赶紧来到车后边打开车门 拿起匕首杀男一号时被郭巴蒋子男阻止 化妆助理被带回警局 剧本第67场的情景让他想起了背叛他的丈夫 他亲眼看见丈夫跟别的女人抱在一起 于是他制造热水器漏电 将丈夫伪造成意外死亡 剧本的第67场让你想起了你的丈夫 所以你决定要制造另外一个意外 对吗 距离距外他们都该死了 男一号一边跟执行导演聊暧昧 一边跟女一号搂搂抱抱 化妆助理看到这样的人非常生气 于是他半夜偷偷破坏了漏电保护装置 白天躲在一旁享受他们触电身亡的过程 让他没想到的是男一号竟然没死 他之所以做出这么疯狂的事 是因为男一号跟他丈夫长得很像 在他潜意识里早就把俩人混淆了 所以看到男一号劈腿才会那么愤怒 最终搭上了自己的下半生 美豆死了 什么道 直播死了 小童是警队的女汉子 为了能跟麦琪一样有女人味 她嘟起小嘴跟女主播学起了化妆 突然女主播身后赏过一个人头 粉丝们提醒她身后有人 可她回头看时什么都没发现 下一秒身穿蝙蝠侠衣服的人 勒住女主播的脖子 小童立马扔掉化妆品 赶紧给贾丁打电话 哎 超大事了 美豆 美豆死了 什么道 美豆主播死了 什么道主播 直播死了 贾丁还没听她说明白 蒋子男就跑进来说直播杀人 粉丝们也都通通报了警 小童几秒钟就确定了女主播在本市 还查到了具体位置 麦琪看了一眼直播视频 打电话告诉贾丁女主播的恐惧是伪装的 没有一丝面对死亡的恐惧 确切来说还有一丝兴奋 料言看完视频也认为是虚惊一场 可等贾丁赶到死者小区 警员说她真的被勒死了 贾丁急忙走进现场 看到她死在座位上 小童说走廊里只有一个监控 视角很小 只对着电梯门 没录到有价值的证据 但可以肯定从案发到 现在没有任何人出入过这个楼层 这一层都是独居青年共六户 贾丁让所有住户站在房间门口别动 料言赶来现场验尸 取下毛巾发现她脖子上 有两道一身一浅的勒痕 随后听到贾丁在楼道大喊 料言走出去才知道 有个住户王翔一直没露面 监控显示她跟美豆回来后 没再出去过 蒋子男踹开门 走进去才发现 她身穿蜘蛛侠服装掉在卫生间 料言摸了下麦伯已经死了 贾丁分析王翔把美豆杀死后 再回到自己房间自杀 同时将情况看 王翔已经死了两个小时 而那个时候美豆还活着 直播有没有可能在时间上做假 不太可能 主播对强谋的反应没有时间差 应该做不了假 料言看了一眼 吊人的神结判断是她杀 六个租户死了两个 贾丁说凶手就在他们四个当中 四个人都傻眼了 你们找到什么证据啊 凭什么说我们四个就是凶手 我咋样都行 只要你们保护我们的安全就行 卡丁让警员 把他们各自带回房间 任何东西不能碰 料言再次检查美豆的勒痕 第一次力度不足以让人窒息 凶手第二次才是真的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跟视频中假死的时间很接近 也就是说凶手需要在13分钟内杀死美豆 再把蜘蛛侠衣服脱下来 穿到逐渐湿江的王翔身上 怎么算时间也不够用 麦琪看出四个人都有问题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谎言与慌张 目前只能说四个人的关系很复杂 小童在电脑画出每个房间的平面图 美豆以直播卖货为主 男友王翔没有职业 邻居六子说案发时 戴着耳机在看美剧 没听到任何声音 与邻居张元说案发时在网上购物 给学生选统一的有貌 的确听到过美豆直播 但声音什么时候停止的不清楚 王小时应届毕业生处于待业状态 他说感冒了吃了药一直在睡觉 赵一亮是公司白领 案发时一直在加班做文案 房间里音乐大也没听到异常声音 廖言再次检验王翔尸体 解下领带后发现 他的脖子上也有两种勒痕 手套上的纤维跟勒丝美豆的那条毛巾很像 廖言通过领带的纹路跟脖子上的痕迹分析 勒死他的就是这条领带 指甲王好 没有挣扎和抗拒的伤痕 没有挣扎 廖言来到餐桌前看着桌上的饭菜 杯子里的可乐 还摇晃了瓶子里的可乐 分析王翔是在半睡眠状态下被人勒死的 让郭巴把可乐拿回去检验 麦琪来到赵一亮房间 让他简单描述一下 这个楼层住户的人际关系 赵一亮说美豆跟王翔是很黏人的情侣 其他人相处都不错 昨天还在美豆屋里开过派对 男的都穿着蜘蛛侠衣服 张元男朋友多叹了两眼美豆胸部 因此闹得有点不愉快 六子欠美豆的钱 美豆守着大伙让他还钱 六子脸上挂不住李太 六子欠美豆钱 欠多少 大概十几万吧 欠巧欧都拿出来 小彤询问六子 他认为最可能杀人的是赵一亮 他追求美豆不成 还天天看美豆秀恩爱肯定受不了 询问王小他说美豆跟张元矛盾最大 美豆跟王翔斗地主声音太大 吵得张元直接怒敲他的门 干这事不消了 巧欧所有人都知道了 臭不要脸 敲什么敲啊 我说你是不是憋久了 人的事难受啊 为此俩人大打出手 从那以后结了院隔三 差五打一架 本来挺丢人的是 结果让美豆的直播人气大仗 郭巴询问张元觉得谁最有嫌疑时 他说难道不是王翔乐死 美豆然后自杀的吗 同来没人透露过死亡细节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张元说当时在看直播才知道被勒死的 也就是说 你眼看着你的邻居在直播中被杀死 没有选择报警 也没有向任何人求助 一对狗男女 西门庆杀的潘基连有什么可报警的呀 贾丁让小童查一下其他人的电脑 谁看过美豆直播 小童发现六子也看过 他却说每天都会开着 但不一定真看 怕警察说他见死不救才没说 麦奇分析他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不想还钱 贾丁来到六子房间 搜了一个遍也没找到欠条 廖言来到美豆房间发现糖花凋零了 小童想起美豆开直播时糖花还是开着的 三四个小时不可能凋零 廖言在桌子底下发现一块黑布 他分析美豆利用黑布把糖花遮住 到了晚上再用灯光照射 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在白天开花了 廖言触碰一下花掉在了地上 可以看出花被折断过 从折断痕迹来看大概在三小时左右 而折断糖花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只需要检查谁的蜘蛛侠衣服和鞋套上有糖花花粉 谁就是真凶 麦奇因为花粉不明打了个喷嚏 一个小动作提醒廖言找到了重要线索 廖言立马想起王小也出现过打喷嚏症状 于是来到他房间仔细检查 廖言在床头上发现有磨损痕迹 夹缝中有几根头发 一看就不是领带的正常用途 他按照领带的痕迹记在床头上 麦奇看着王小屋内的性感漫画 心里有了自己的猜想 廖言也猜出他经常玩特殊游戏释放自己 俩人不言而喻想到了一起 便宜把四伏蜘蛛侠手套与勒丝美豆的毛巾做对比 结果四个手套上都有胸器上的纤维 即使这四个人都参与某杀 总不需要这四个人都拉这个绳子吧 四个人拉绳子 啥大象的 更关键的是四个鞋套查了一遍 都没有沾上昙花花粉 廖言想到遗漏了一个人 不出所料果然在死者王翔的鞋套底部发现了花粉残留 而且王翔手套上也有类似美豆的纤维 既然四个人都有嫌疑 麦奇决定把问题丢给四个人 来一场有趣的心理游戏 询问张元氏 他说昨天他们拿毛巾玩拔和比赛 手套沾上纤维很正常 赵一亮回答时漏洞百出 王小虽然回答很完美 但从他的表情和神态看出 早就知道麦奇要问的问题了 六子想问题的时间太久 一直过滤该怎么回答 麦奇分析他隐瞒什么事 法医验尸发现美豆和王翔共进了晚餐 胃内食物基本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王翔喝了很多可乐 体内有镇定剂成分 与可乐瓶中残留一致 关键时刻王小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说7点50分正要出门倒垃圾 红毛眼上看到六子慌慌张张的进门 你怎么那么确定时间啊 说来也巧了 我那个时候手机来了一条推送 看了一眼就看到时间了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那条推送也挺有意思的 我看入迷了 连垃圾都忘了道 贾丁人给郭巴手铐 让他去吓唬吓唬六子 一下唬还真找到了重要线索 爸要讲证据的 证据是吧 马上给你证据 眼看着警察们找证据 他有点慌了 六子刚想端起大碗面 被麦奇喝吃 警员一把抢过去 因为警察来之前 他刚把欠条烧了扔在泡面里 蒋子南捞出还未烧毁的残片 六子一探完 独自了立马给自己戴上 镯子坦白自首 会到地上说没有杀美豆 他说当晚听到美豆 让王翔乐住他的脖子假死戏粉 过了一会直播还没恢复 他好奇心作祟走进美豆屋里 才发现他真的死了 六子在抽屉里找到欠条 再擦去指纹离开了这里 他说听到美豆策划假死的 还有两个人 一个从厕所出来 一个躺在床上 都穿着蜘蛛侠服 看不出来是谁 六子一个竟为自己辩解说没有杀人 说赵一亮张员 王晓都有嫌疑 前天美豆还在直播间里 侮辱王晓性无能 直播结束后 王晓跟他大吵一架 六子一探头王晓就走了 廖言看到赵一亮的猫睡个不停 在薯片底下有白色粉末 他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警方把所有人拒到一间房里 麦奇说出美豆与每个男人 都有暧昧关系 廖言给大火普及了 凶手作案的所有暴露细节 麦奇一把揪开王晓的衣领 露出他玩特殊游戏留下的勒痕 王晓后他冒充王晓勒住美豆脖子 本想多玩几次体会感官上的快乐 结果美豆发现后 他一不做二不休将他勒死 王晓离开时不小心碰到昙花 于是他把沾了花粉的鞋套 跟王晓兑换 王晓企图把警方视线 转移到六子身上 但他得表述有问题 他一直强调看了手机上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有在看表白和分钟的时钟 只才会这样说 我还不是看手机 可是你却很强调地说 你是看了手机 随后我做了两件事 小童查看了他的手机 当时他的手机一直处于锁平状态 说明他撒了火 廖言分析他当时看的是六子门口的钟表时间 他打偏提示花粉过敏 只要仔细检验尸体 就会在美豆身上发现他的低迷 在所有证据面前 王晓不得不承认杀了美豆 但他确实没有杀王晓 廖言早就猜到杀死王晓的人是赵一亮 他的白毛之所以昏睡不醒 是因为猫舔食了薯片下边遗漏的安眠药粉末 麦琪判断真正想杀王晓的人是美豆 小童在王晓电脑发现美豆大量的修修视频 王晓一直用视频要挟美豆养着他 赵一亮之所以动手 是因为美豆告诉他心里最爱的人是他 其实是美豆借他的手除掉一直威胁他的王晓 如果不是他们都惦记美豆的美貌 又何苦放着好日子不过动手杀人了 石道内发现一枚手术刀片 他吞下去的 男人死后被抛尸路边的草地上 双手被砍掉 廖言通过湿江程度和角膜浑浊 判断死亡时间在10到14个小时之前 死者死于盾气从后脑连续击打 导致的中毒颅脑损伤 肉眼可见2成4厘米的方形伤口 手是死后被砍断的 虽然雨水多痕迹基本冲干净 但凭借金炎料言判断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死者正是半个月前两名失踪男人的其中一名 他们都是在加班回家的路上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一个男人叫李维可 另一个男人叫宋小白 巧合的是他们失踪后都下过雨 外围痕迹全都没有了 两个人没有交集 但在一年内都有过婚变 李维可婚内出轨 还曾对女下属性骚扰被告过一次 宋小白在地铁里对妇女进行违信 被行政拘留过一次 料言和麦奇共同认为他们已经凶多吉少了 不出意外警方发现了李维可的尸体 为什么要剁了那双手呢 麦奇分析凶手故意砍下她的双手 是因为这双手曾犯过不可饶恕的错 她摸过别的女人先住手 我咋感觉这种迫害死了活该呢 你们觉得呢 李维可妻子来警局认识 看到这副死样好一阵呕吐 案发时妻子正在加班 公司同事和监控都能证明她没有作案时间 死者脚踝处有捆绑痕迹 解剖后发现石道里有手术用的刀片 竟然跟作者叫黑雀的人写的小说内容一致 刀头向下呈30度 形成了约5厘米的直线形刀口 料言让小彤查了那部小说 作者在故意隐瞒IP 很多读者也认为另外两部小说都是同一个人写的 作者很聪明 她以前两个月上传到网上 网站会按照作者设定的时间发布 除非在实时发布一篇小童就能抓到她 贾丁看着料言写的报告 我吞刀片让人不含而立 还没说完蒋子男跑进来报告宋小白找到了 死了 在托载场 这是离李维可现场不远的那个 他是被冻死的猫 你怎么知道 两个大男人先后离奇失踪 半月后李维可的尸体在路边草地上被发现 验尸发现他活着时吞下刀片 凑巧的是作案手法竟然跟小说章节里的内容完全一致 蒋子男跑过来报告宋小白的尸体也找到了 就在李维可现场不远的屠宰场 他是被冻死的猫 你怎么知道 不出意外又跟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样 警方人员快速来到现场拍摄取证 宋小白的手里握着一只断手 地上放着另一只 从切口边缘看守是李维可的 宋小白衣服扔在一边 料言分析他是自己脱下来的 当人的体温降到一定温度时 大脑皮层进入抑制期 在体温中枢的调节下 皮肤会有错误的热感 所以很多被冻死的人死前会把衣服脱掉 这说明啊 他定的酷前还是活着呢 衣服上有喷溅血迹 料言分析他在背后砍死了李维可 而且他戴的手表在李维可身上有相同的压痕 翻过尸体送小白后 颈部有印上的数字 料言在架子上找到了印章 赶紧放进物证带领 印章上是9月20号 也就是李维可被杀的第二天 贾丁找到冷库管理员 他说进去点货时发现的尸体 现在这个季节冷库用得少 六七天才进去一次 冷库门平时都锁上 但他上次忘了拔钥匙 这是你们的吗 嗯 是我们的 最近有用过吗 用过 管理员说上个星期还用过印章 但上面的日期不对 他说上次用是9月16号 李维可和宋小白死前为内容物一致 消化程度相差一个小时 低温下消化会慢一些 由此推断李维可死亡时间是 19日的22点到24点之间 宋小白的死亡时间是 19日的23点到凌晨1点之间 凶手用屠宰章精确记录了时间 根据其他证据可以证明 杀死李维可的是宋小白 麦奇让小彤放大屠宰章 看出有明显侮辱和挑衅的意味 侮辱的是死者挑衅的是警方 小彤查到两个月前 黑柜使用无线网发布过两张小说 位置就在对面的咖啡馆 料言脑海里闪过四个熟悉的面孔 但他不能确定谁才是黑柜 他让小彤帮忙调出麦奇 来警局后参与的所有案件 发现黑柜的小说与案件很相似 正当俩人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两名警员找到麦奇询问吴大彤的下落 因为吴大彤在船上跟麦奇求婚 被拒绝后人就失踪了 现场有他的血迹 还有麦奇和吴大彤的指纹 警方没查到吴大彤出行记录 社交账号也没有动态 因此高度怀疑他遇到了危险 麦奇因为牵涉其中被停职 临走时他抱住料言 这个拥抱充满了全身心的爱 麦奇让他相信自己 并且帮他找到吴大彤 关键时刻小彤发现黑柜更新了小说 他立马搜到了LP地址 居然是在梁麦奇家 梁麦奇是黑柜 他不是黑柜 但他现在有可能遇到了危险 料言快速跑了出去 等他赶到麦奇楼道 发现警员被打晕了 料言走进房间 看到地上有一滩鲜血 他赶紧穿上鞋套 往里走屋里凌乱不堪 麦奇不见踪影 料言看到麦奇的电脑 在作者发布页面 小彤检查发现 黑柜是第一次 以这个IP地址发文章 细心的料言 在电脑夹缝复处 发现一块指甲油 但麦奇凭着图指甲油吗 小彤想起来 麦奇说过写作时 会涂上可剥离的指甲油 电脑显示 他最后操作的文档 就是小说最后的章节 料言找出来几个U盘 但少了二合六的序列号 U盘里存的是麦奇的工作记录 贾丁在娃娃500件上 发现有扯掉东西的痕迹 料言分析是针孔摄像头 俩人来到吴大同小区查监控 在里边发现了 郑小炯和吴大同见面 给了他一个信封 询问是郑小炯说 吴大同让他偷麦奇的日记 想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一切 经检验指甲上的指纹和血迹 都属于麦奇 料言交集万分 刚把手插进衣服兜里 结果掏出来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正是麦奇 报他事偷偷放进兜里 纸条上记录了案件的文西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 在废弃停车场 发现了吴大同的尸体 他胸前伤口上有一块指甲油 无奈之下警方发出协查通告 全市搜查梁麦奇 初步推断吴大同死于24小时之前 正好是梁麦奇失踪的时候 左胸处有直径1.5厘米的刺创伤口 观测是头部锥形的无刃刺器 多处挤压伤是死后形成的 同时将尚未形成的三小时内 有过挤压和搬运的过程 廖言想进一步尸检时 贾丁竟然说上级通知 他跟麦奇有特殊关系 尸检需要回避 廖言看着麦奇留下的 对凶手的心理特写 他分析黑柜最后一张 他死了指的就是吴大同 可小说中没有一件穿心的死法 廖言通过吴大同手捂着心脏 被放置在原型停机坪上 带有强烈的情感 不像抛尸更像是一个葬礼 廖言分析凶手可能是女人 他感觉吴大同的死亡现场有问题 决定再去机场调查 廖言低头看到蒋子男车上 有一片指甲油 立马戴上手套 让蒋子男靠边停车 梁麦奇手上的指甲油片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怎么知道 这是从你身上掉出来了吗 蒋子男说车上从没坐过女人 刚说完立马想起了一个人 不对 除了 除了谁 除了乔珍珍 法医在同事车上发现一块指甲油片 立马让他靠边停车 因为这个指甲油片 曾在梁麦奇家和死者身上发现过 梁麦奇手上的指甲油片 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吗 蒋子男刚说完车上没坐过女人 下一秒就想起来送过乔珍珍 乔珍珍是吴大同的表妹 前几天来警局找麦奇 问他知不知道吴大同在哪 临走时碰巧遇到帮过他忙的蒋子男 俩人还加了微信 廖言也想起来他的模样 蒋子男说乔珍珍说去泰国拍写真 让他帮忙送去机场 他一定是拉了一个特大号的拉杆箱 对 蒋子男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拉杆箱 而箱子里边装的正是吴大同的尸体 乔珍珍去机场的时间 跟廖言推测的运尸时间一致 他立马给小童打电话 让他查乔珍珍的底 小童查到乔珍珍和吴大同没有血缘关系 八岁时被吴大同的亲属收养 童年有过被虐待的经历 曾接受过较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在美国曾有过暴力犯罪行为 起因是他怀疑对方猥亵 用刀将对方刺成重伤 后来警方调查猥亵的行为并不存在 乔珍珍的经历跟麦琪测血的凶手很符合 廖言打开后备箱 发现一块弯形的铁丝 还有一个指甲油片 立马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假定 等警员们来到乔珍珍家 看到了地上的血迹和带血的衣服 看来这是吴大同遇害的第一现场 廖言在厨子里找到了名剑 箭头跟吴大同伤口符合 小童在乔珍珍电脑里找出了三部小说的原始稿 看来它是真正的黑柜 而且桌子旁边还放着麦琪的探案笔记 廖言分析是他根据笔记内容创作了三部小说 廖言推开一间房门 墙上李卫可 宋小白 麦琪 吴大同的照片都画上了X号 唯独廖言的照片很干净 但反面有双色玫瑰暗的资料 遗憾的是乔珍珍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小童查到案发当天乔珍珍的确去了泰国 但不是蒋子南说的那班飞机 而是五个小时之后的一班 监控拍到乔珍珍与蒋子南告别后 推着行李箱走出了监控范围 从机场走到废弃停机坪需要半个小时 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再加上本来就是废弃停机坪因此没人注意到他 放下尸体后他把行李箱扔在了泰国 还利用警察运尸体 不得不夸一下是真聪明 蒋子南因为牵涉其中被停职 廖言看着手中自己的照片 分析乔珍珍在等他出现 那根弯形的铁丝就是留给他的线索 男人看到心爱的女人被绑架 四周不光放着弩箭还绑着炸弹 弩箭发射端对着麦奇 廖言不顾危险冲上前 楼顶的大灯立马照得他睁不开眼 乔珍珍拿着弩箭缓缓走出来 看着挺漂亮的女人 你能想到他是连杀三人的连环凶手吗 乔珍珍故意给廖言留下线索 为的就是现在这一刻 他不知道的是小童为了锁定他的位置 再次找到黑子帮忙 南海四钢厂 2013年后倒闭的钢厂 而且我是只有这一家 可以生产出这样的钢材 大火正在赶来的路上 乔珍珍让廖言检测了一遍 有没有带武器 确认安全后才让他坐下 游戏规则很简单 如果麦奇说话 他就杀了廖言 如果廖言乱动或者引来警察 他就按下引爆器杀了麦奇 乔珍珍就是个疯子 但他逼着廖言说出了藏在心里的实话 你很想要死 但是你很想先看到 别人比你更痛苦 那怎么样 才能看到别人比我更痛苦呢 在我面前 杀死我爱的人 就像他刚开始计划的一样 在吴大同面前杀死他最爱的人 只可惜失败了 乔珍珍质问麦奇 为什么要治好吴大同 他最喜欢的就是吴大同的音域 乔珍珍爱吴大同 但吴大同却只把他当妹妹 心里只爱麦奇 乔珍珍为麦奇拒绝吴大同而愤怒 你怎么忍心伤害他 你惹他这么伤心难过 他在最近这么强的一个人 他为了你 他抛弃了所有尊严 于是他把在吴大同家看到的麦奇 笔记重新整合写成了三部小说 最后杀死了李渭可和宋小白 乔珍珍杀人除了憎恨猥亵妾妇女的他们 还为了让料言怀疑麦奇就是非贵 吴大同跟麦奇求婚被拒绝的那晚 他也在船上 乔珍珍的突然出现令吴大同很惊讶 想亲吻他是吴大同一把将他推开 说从来没有爱过他 甚至讨厌他 他让乔珍珍立刻滚出去 乔珍珍气不过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吴大同没站稳头磕到桌子脚上晕了过去 乔珍珍把他扶到车上 返回船上删除了后半部分的监控录像 再擦去全部指纹 乔珍珍拿弩剑逼着宋小白弹死李渭可 再逼着宋小白自己走进冷库 关上铁门任凭他喊叫也不打开 无奈只能冻死 就在乔珍珍扣动扳机想杀麦奇时 料言拿箭头扎向胸口 这一景象让乔珍珍联想到吴大同 他喊着吴大同的名字跑下来 恢复神情才探亲是料言 料言绑起他的双手把他踢到地上 赶紧跑上去给麦奇解绳子 万万没想到乔珍珍还是按下了遥控器 离爆炸只剩下两秒钟 爆炸声响起 料言拉着麦奇赶紧逃离 却不小心摔到地上 乔珍珍像个疯子一样大笑 很显然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料言把麦奇抱到滑梯上 将他推送下去 疯效的乔珍珍被掉下来的木块打中 料言冲过来踢开带火的木块 用衣服抽打他身上的火焰 这就是人民警察 虽然他是个法医 但也知道尊重每个人的生命 扑灭乔珍珍身上的火候 料言给他解开双手 把他扛到滑轮上送下去 最后料言才放心滑下去 赶来的武警把乔珍珍抬到车上 所有人终于安全撤离这个是非之地 被烧成黑炭的乔珍珍 刚跟料言说完双色玫瑰案 就闭上了眼睛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料言和麦奇终于走到了一起 小童也敞开心扉地接受了黑子的爱 有情人终成眷属 转个镜头来到了英国 工人们拿着大锤子砸墙 意外发现里边不光是空的 竟然还有一只海骨 从海骨分析死的时间不短了 警察从海骨上发现一个小袋子 袋子里装着一个U盘 插入电脑打开后 正是几年前料言拿着针管 其他人昏迷的双色玫瑰案 英国警方立刻向国际合作局 申请了国际警务合作 委托中国警方取证 并提供了对廖言的国际侦查协作 双色玫瑰案重新进入审核程序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童把画面放到大屏幕上 甲丁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麦奇决定带他去个地方了解案情 刚到走廊里就看到对面走来的蒋子男 已经查清他当时被乔真真利用了 局长亲自把他送了回来 感谢组织 还我们战友清白 该还的清白都会还的 麦奇复原了视频中的杀人现场 虽然视频中拍到了廖言拿着针管 但并没有拍到他向死者注射 所有人围着圈坐下 麦奇讲述当年跟廖言一起参加了 学校组织的创意写作社团 没想到竟然是噩梦的开始 半夜11点时 两个人莫名其妙地死了 本来当年已经洗清了廖言和麦奇的嫌疑 没想到师哥多年又发现了新的尸体 在干尸上还找到了廖言有可能杀人的证据 除非找到真正的凶手 否则无法证明廖言的清白 正当大家迷茫时 英国传来了新消息 外国老伦起大锤子拆墙 结果拆出来一具干尸 最主要是干尸上的U盘里 有几年前廖言在杀人现场的视频 所以英国警方跟中国警方协作调查双色玫瑰案 从咖啡馆墙里挖出的尸体死亡时间 大约是25年前 死因时勒紧窒息 死后被砌入墙中 而他手中的U盘是最近被加进去的 可以确定视频没有修改或剪辑的痕迹 地内鉴定死者的身份是30年前英国失踪的英籍华裔小说家 叫做杰西卡王 麦奇立马想起收到过他的小说 他失踪后因为没找到尸体 所以没法以谋杀案立案 现在找到了尸体 英国警方已经重新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你刚才说杰西卡王是在30年前失踪的 而他的死亡时间是在25年前之前 也就是说他在失踪了一年之后被让杀害的 小童 有杰西卡王的照片吗 稍等 小童搜出杰西卡王的照片给麦奇看 跟他收到的小说里照片是一个人 而那本小说是麦奇的祭福送他的 麦奇拿出号码牌 摆到跟当年死者一样的位置 他们要把双色玫瑰案的所有疑点拼接出来 廖言说上次曾提到过两个疑点 第一阵禁忌无法使所有人同时入睡同时醒来 第二他们在讲故事之前已经被人意识控制 于是七个人的故事元素像拼图一样拼成双色玫瑰残案 两名死者手握双色玫瑰以注射情话甲的方式实现自杀和谋杀 其他当事人却集体失业 麦奇和廖言当时的结论是被人催眠了 麦奇在纸上记下了每个人的专页 小童发现这张纸很特别 当时一个同学发给他们特别的纸 无补厚实 上面还有粗糙的花纹 就像是一种水印 麦奇是唯一一个没有用那张纸写字的人 所以受到纸的影响最小 凶手就是利用纸条催眠法将他们催眠的 想要催眠所有人 需要借助外力配合 墙上看似普通的物品 都是凶手精心固执过的引导催眠的装置 在较暗的房间里这些物品会被照亮 目光和注意力就会集中到物品上 这些视觉凝视物可以让是神经疲劳 为催眠打下基础 催眠是为了达到效果 还需要借助药物的配合 比如说 笑气 致幻剂 七个人之所以能同时入睡同时醒来 是因为他们同时吸了土耳其的烟丝 烟丝的主要成分是水果和糖浆 凶手在里边添加了有淡淡甜味的笑气 所有人吸入后会陷入深度麻醉 再配合催眠就实现了同时入睡同时醒来 随后其他人也都相继意外死亡 受害人里也包括乔珍珍 他早已被人使用了致幻剂 麦琪分析乔珍珍的那场大火针凶令有其人 真正的凶手 正像我们毕竟 美女踩着小高跟迈着猫不缓缓走到廖岩身后抱住他 前一秒廖岩还开心不已 下一秒他就两眼发猛晕了过去 没错麦琪给他注射了麻醉剂 因为他不想让廖岩冒险 准备自己去面对凶手 几个小时前小彤查到双色玫瑰暗的视频 优盘又出现在西班牙 十天前一个英籍医药学专家死于意外实验 尸体手中握着同样的优盘 死者叫什么名字 Leo Taylor 死者竟然也是当年中的艺人 现在七个人只剩下廖岩跟麦琪活着 甲丁接到紧急电话 众人马上赶回队里 英国警方在当年的咖啡馆花园里又发现两具尸体 死亡时间是十年前 而且都是东方女性 职业与爱好都与文学有关 如果咖啡的强能埋葬一具尸体 那他就有空间容赖一个活人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五个活着的人以外 那个咖啡馆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对吧 是 麦琪根据心理分析测写了嫌疑人的画像 凶手为男性 年龄在45到55岁之间 善用至幻记 并有一定的催眠能力 他之所以选择文学类女孩下手 很可能早年间受到过此类人群的伤害 凶手生活范围与茉莉咖啡馆有紧密联系 他停止七年杀人后忽然开始行动 很可能受到某种意外事件影响 麦琪有一点搞不明白 凶手以东方女性下手 双色玫瑰案里他是最合适的 但凶手却选择了外国人 最后要求英国警方查找乔珍珍在英国密切接触过的人 特别是心理学者 队长 可以申请国际警务合作吗 我们已经开始合作了 不是英国是韩国 好 我马上去申请 韩国以最快的速度发来重要线谱 他们提供了林茵熙车祸后的一段视频 看到有位西方老年男性走进了现场 麦琪立马露出紧张的表情 因为视频中的人很像他的技术 同时英国警方打来视频连线 他们查到乔珍珍频繁接受过一位心理医生的治疗 麦琪不用猜就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他是谁 他是我继父 而且他在一周前已经来到中国境内 近期被诊断出脑血管流 麦琪很清楚继父是来找他的 为了料言不去冒险 麦琪趁抱他的空偷偷给他注射了镇静剂 自己去面对恶魔 麦琪刚进家门打开灯 就发现继父已经坐在里面 他之所以收养麦琪 是因为他长得像前女友 也就是在咖啡馆墙里挖出来的那具干尸 杰西卡王的死也是败他所赐 当年他想杀的人是麦琪 只可惜配角们弄乱了现场 老麦克等他们晕倒后从暗房里走出来 刚抚摸几下麦琪的脸 还没动手料言醒了 他只能再次将料言催眠 就是料言的举动救了麦琪一命 此刻老麦克意识到冥冥之中麦琪不该死 所以才放过了他 此后麦琪在心理学的研究超过了他 在老麦克心里是欣慰的 麦克让乔真正在麦琪玩具屋里 装摄像头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每当麦琪破货与父子相关的案件 都会收到老麦克传来的信息 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了所有的事 随后老麦克拿起遥控器按下 吓得麦琪躲到一边 其实他只是录像机的遥控 老麦克对着摄像头承认了 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 最后头痛欲裂倒在地上 他知道自己得了脑瘤没几天活头了 临死前想跟麦琪再比划一次小时候 给他打油打气的手势 正当麦琪缓缓抬起手 老麦克去了极乐世界 时间跟当年杀人一样都在11点 料言急忙赶到这里 万幸的是麦琪是安全的 老麦克之所以死得这么快 是因为他提前给自己注射了毒药 正当大家都以为真相大白石 真正的黑柜又在编辑小说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记者郑小九